究竟是多好看的木屋 才会被三千万人称为顶级艺术品 33岁的小帅为了建造这个木屋 不惜买下整个山头 只为能拥有树木的完全使用权 甚至一年时间用坏上百把刮皮刀 才准备好五百颗上百年的云山原木 也因此花光了大部分积蓄 话不多说正式开始 小帅带着它的油捷 向着第一颗云山发动了攻击 随后十分严谨地量出尺寸 再将多余的质干一一去除 要想把这么粗的原木带走 就得利用拖车的力量 在大部分情况下 还需要为原木安排上两门座椅 才能将它们安全地带回建造地 所有云山都必须把表皮刮得干干净净 露出隐秘的原木色 这些木头经过晾晒后才能使用 接下来的一年里 不管是刮风下雨或者暴雪天气 小帅都会准时来到这片森林 重复着收集云山木 给树木去皮的工作 如果你们以为小帅不务正业 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这都是因为小帅的女儿即将出生 他希望能给她打造一栋童话中的木屋 作为来到这个世界的礼物 集结了500棵原木后 又是一年冬天 整个森林都被白雪覆盖 宛如一片人间仙境 就在今天 小帅决定正式启动建房计划 只见他将地上的积雪产干净 用油漆标注好坑住的位置 而后开来岳父送的小玩具 对准标记挖出积坑 看这手法应该是从蓝祥毕业的 接着就是手动铲除多余的泥土 这时候小帅还不忘耍个帅 等小帅做好积坑的框架 已经是积雪融化的春天 他轻轻松松将木板组装成箱子 放置在积坑上 利用岳父送的搅水泥小玩具 搅拌好足够的混凝土 连着石头一起填充在积坑内 随后覆盖上木箱 继续用钢筋和混凝土进行浇灌 同时还要注意钢筋的垂直度 这样做出来的基础 就连数学家看了都要沉默 等它们干燥后拆掉木箱 用石头和钢筋在周围进行加固 这才轮到了木材进场的环节 只见小帅在云山顶部钻出圆孔 接着将另一根打过孔的圆木拉过来 利用钢筋将它们彼此连接 随后在木材上切出两道凹槽 将另外两根木材用钉子固定上去 继续组装另外三根木材 顶部用钢筋给它们锁死 小帅拉着绳索走到远处 凭一几只粒粒好的巨型三角架 在小帅的一番操作下 终于固定好了到锥形的架子 而它的作用就是给滑轮提供支撑 让小帅能轻松吊起上千斤的圆木 随后小帅将一根圆木一分为二 严谨地进行测量后 将木材两头切出浅浅的凹槽 通过滑轮将木材吊起后 穿过机坑的钢筋 成为地基的一员 而地基另外两面 根据木材交集的角度 利用精准的测量 刻画出凹槽的形状 油锯进行粗略切割 再用斧子进行清理 继续如法炮制 处理其余的连接点 小帅今年33 木工经验50年 做出来的地基堪称完美 接下来就到了墙壁的搭建 截至目前为止 小帅已经花了整整14个月的时间 这绝对是我在野外见过最严谨的男人 不管用小玩具挖地基 还是进行木材之间的连接 都要用尺子量出精准的角度 确保无差不超过一毫米 为了搭建木屋 他收集了500棵上百年的云山 每一棵云山都用数字做好标记 确保后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上期收到小帅已经搭建好了木屋的地基 接下来就是建造墙面的环节 为了让这些木材彼此之间更加紧密 每一根都要挖出长长的凹槽 严谨的小帅铺设好密封条后 还得塞入保温面 而后利用滑轮将木材覆盖上去 继续如法炮制处理其余的原木 一场大雪将工作搁浅 小帅只能等到天晴再回到工地 就这样从冬天到夏天 眼看着墙壁已经半人高了 夏日的晚霞总是那么绚丽多彩 小帅的木头越用越多 由于工作量实在过于庞大 他请来小舅子一起帮忙 正所谓两个和尚抬水喝 小帅的效率也增加了不少 做起三脚架来也十分轻松 毕竟小舅子才二十岁 正愁没有地方释放青春的冲动 木屋墙壁也已经完成 这个高度用来做两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两人一直忙到月朗风轻 隔天小舅子还是没有放弃他 终于铺设好木屋延伸的平台 小帅都忍不住给了舅子一个拥抱 接着小帅开始拆除中间固定滑轮的支架 经历了几天的相处 小帅也忍不住传授了舅子木工大法 木屋的天花板龙骨依旧采用笋毛连接 比对着形状刻画出凹槽 小帅的锯子用得越来越熟练 转眼又是一年深秋 不得不说这个地方的景色也太美了 小帅时常独自爬到山的顶峰 看落日余晖渐渐消失 享受已婚男人难得的自由 天花板的龙骨终于搭建完成 小帅开始给边缘木材铺设好密封条 继续搭建木屋的第二层 如此讲究的手法 难怪一个木屋就要搭建三年 只见小帅三两下将树干切成铅笔 用铁锤将它们牢牢地敲进地里 第二天在小舅子的帮助下 将这些支架处理成相同长度后 改造成一个室外的操作台 刚下过雨的木头十分潮湿 不能和往常一样爬来爬去 小帅只好找来两根原木靠着墙壁 分分钟就做出一个标准的梯子 剩余的木材也不要浪费 拿回家给岳父当柴火 没想到雨越下越大 手头的工作也只能暂时搁置 隔天小帅早早地登山欣赏云海 便开启了忙碌的一天 今天他和小舅子刮树皮配合得十分默契 两人的感情也越发深厚 导致妻子都有些忌惮了 由于木材的沉重 第二层的屋顶搭建更加困难 好在他们花了两天时间 在木屋外墙设计了一款斜坡 利用这个坡洞 以及滑轮的拖洞 就能顺利将木材拖到屋顶 岳父听说他们的事迹 特意送来一些不要的木板 而后小帅将木板铺设在顶部 为了怕岳父反悔 小帅叫来朋友赶紧给这些木板板上钉钉 有了木板的支撑 在二楼操作变得简单了许多 再也不用走钢索 小帅开心地和舅子玩起了你任我接的游戏 这才是建造木屋的天花板 花三年时间打造梦想中的小屋 甚至不惜用上千万美金买下整座山头 只为能拥有山间云山的使用权 实现土地与建筑材料的自由 上集说到小帅在舅子的帮助下 成功搭建好木屋第一层的墙壁 为了让木材之间更加紧密 还需在原先打好的孔里插入裸杆 由于小帅的预留孔十分精准 每一根裸杆都能一插到底 接着让推车在空中旋转360度 再来一套花式楦铁锹的操作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就为了耍个帅 为了支撑阳台的承重 小帅要在墙壁外挖出两个机坑 方便后期用混凝土进行浇灌 没想到还没挖完 森林里就下起了大雪 小帅安顿好岳父送来的沙子 就和小舅子来到野外开始欣赏雪景 两人肆无忌惮地打闹起来 看起来很是和谐 难怪小帅媳妇开始没有安全感了 今天他们准备在墙上开一道门 省得每天爬来爬去 只见小帅用螺丝将三根木板连在一起 这种木材十分珍贵 每五百颗就有一斤 将木板作为靠尺固定在墙体上 能让油具操作起来十分丝滑 门槛处同样用油具处理成平面 屋外的机坑用水泥填充后 等待三四天的时间 拆掉外侧的木框 严谨的小帅测量出阳台到地面的高度 又精准量出木材的直径 接着在基柱上固定好相关螺栓 但是如何将重达上千斤的原木立起来 也是一个世纪难题 只见小帅在原木上切割出需要的形状 先用一根木材充当支撑腿 接着将滑轮套在阳台的龙骨上 这个操作一旦出现问题导致墙体松动 那么它一年多的努力将功亏一篑 幸好在太阳即将下山的时候 它将原木调整到了合适的位置 第二天再进行精准的微调 就可以撤掉临时的支撑腿了 继续如法炮制 制作第二根支柱 再用剩下的木材 给木屋量身定做一个台阶 接下来就到了重磅项目 那就是搭建木屋的屋顶框架 先挑两棵40米的树干 让它们头顶着头 根据这个角度进行切割 让木材可以亲密无间的结合 接着用电钻长驱直入 让木材无法拒绝 此时螺纹杆便可见缝插针 用螺母加以固定可结百年之好 为了增加框架的稳固 小帅和舅子又拖来一根圆木 将它安置在框架的腰部位置 用尺子画出连接的区域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巨子哥 刻画出凹槽后 还需要用水平尺不断测量 才能让它和框架合二为一 用同样的方式将它和框架连接 这个工作看起来不复杂 但仅仅只是这一个框架 就耗费了它们两天的时间 而要想把几千斤的木头运到屋底 也并不简单 首先还是得借助滑轮的力量 将它一头与拖车向连接 一头套在架子上 另一头缓缓拉起来 同时在底部进行位置的调整 靠近墙壁时 固定好两块木板充当轨道 让它行动起来更加丝滑 在框架顶端逼近层高时 再将轨道进行拆除 伴随着拖车的缓缓移动 三人调整了几千次后 终于将框架成功拉到屋顶 在屋顶外边缘插入钢筋加以坚固 免得等会儿被框架给压垮了 转眼一天又过去了 隔天两人在正门前立起一根圆木 它的总长要高于屋顶 而作用就是给屋顶框架提供支撑 滑轮绳索通过它再连接到框架上 就能顺利将整个巨型框架成功立起来 用扎带固定好框架两端后 就可以拆除辅助的原木 接着用直径三厘米的钢筋 将框架底部和墙体进行连接 这绝对是我在野外见过最严谨的男人 不管是测量木材的直径 还是用小玩具挖地基 都要用尺子量出精准的距离 每一根木材的连接都必须采用损毛结构 确保屋差不会超过一毫米 上期收到小帅已经开始搭建屋顶框架 截至目前为止它已经耗费了两年时间 好在有小舅子的帮忙 才能让速度加快 剩下的屋顶框架 依旧是两根源木顶部连接 整体加固做成三角框架 超过上千斤的架子十分沉重 靠人力是无法上防接瓦的 还得依靠滑轮和拖车的力量 随后小帅固定好一根支撑木 滑轮的绳索一头连着拖车 一头捆绑在框架顶部 通过拖车的力量 让框架慢慢在屋顶直立起来 由于小帅的木屋面积超过一百平方米 所以屋顶需要四个这样的框架 平均一个框架耗费五天时间 二十五天就过去了 为了固定这些架子 还得用一些更小的原路进行加固 闲暇时候小帅就必须耍点帅 不过这一次代价有点大了 为了找回面子 小帅连身残制间的斧子都没有放过 森林里下起了第二场雪 小帅不想回家的时候 总是会去里面走一走 德天小帅开始固定框架 直接用电钻长驱直入 时不时还得抹上点油 才能保证钻头不会被卡在里面 接着用锤子将裸杆敲进去 框架便和墙体紧密结合 这时候才能扯掉固定的牛津带 今天媳妇不让小舅子帮忙 小帅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人的队伍 为了后期更好的铺设屋顶 小帅需要用木板在框架之间进行固定 此时头顶飞过一群自由的大雁 而小帅却只能埋头干活 这或许就是男人的心酸吧 众所周知木屋顶必须有一根脊梁 只见小帅利用纸板 严谨地画出屋顶框架的角度 接着将角度一比一复刻到密度板上 再用锯子进行精准切割 严谨的它不允许有一毫米的误差 在密度板底部固定好木板后 变成了一把专用的角度尺 随后小帅选中了48号选手 用拖车将它转移到搭建基地 便开始测量框架之间的距离 根据这个数值 在原木上标记出准确的记号 之前制作的角度板就拍上了用场 只需要根据它的角度 在原木对应的距离凿处凹槽 这个过程看着复杂 做起来真的很复杂 仅仅这根脊梁就耗费了小帅七天时间 为了确保木材能上升到屋顶 小帅用木板安排了一套专用楼梯 接下来只需要给原木套上牛津带 再用滑轮的绳索进行连接 启动拖车后 木材便能顺着轨道往上走 就连镜头都感受到了这千斤木材的沉重 终于在小帅的不断调整下 几辆成功上防没接瓦 此时用大型夹子将方向调转 它就能和框架合二为一 不需要的支撑木可以扔了 接下来用同样的办法 利用通道的坡度 将其余的支架拉上屋顶 而固定在通道上的木板 刚好为木材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每一个支架和墙体的连接 都必须采用损网结构 隔天小帅拆除了这些木材的专用通道 在屋顶的另一面如法炮制 本以为有了惊艳速度会更快一点 没想到今天妖风四起 不知道是不是昨晚瞒着老婆 偷偷看世界杯的暴力 木材眼看着要上墙 在木材掉落了66次后 小帅还在勉为其难地坚持着 固定完一根 又去拉了一根 拉着绳索在寒风中砥砺前行 倔强的背影写满了倔强 次日小帅开始加固通道 今天的风多少有些含蓄了 尽量让小帅连续固定好了两根 转眼夏季已经来临 屋顶的加固和搭建也到了尾声 正是不如铺设屋顶的环节 而小帅的媳妇也迎来了正式出场 不得不说两人的感情真是让人羡慕 究竟是多好看的木屋 需要男人用三年半时间去建造 甚至不惜花上千万美金买下整座山头 耗费500棵上百年的沙木 才紧紧搭建好木屋的框架 由于小帅常年都在这里忙着建造 妻子实在按耐不住相思之情 就带着孩子来帮忙 今天她要帮着丈夫一起 给屋顶铺设木板 这项工作不算复杂 就是手电钻用久了容易酸疼 两人忙活了一整个礼拜 终于铺好了四分之一的屋顶 为了保护这些木板 还需要铺上防雨布 同样是钉子进行固定 但是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安全性 小帅没有再让媳妇冒险 而是让他和孩子在一边协助 自己则穿好安全设备 在屋顶上上蹿下跳 看得妻子心里满满的感动 他却不知道此时此刻 小帅突然开始怀念起了小舅子 当天夜里十点钟 天气预报说明日有妖风 小帅只好夹起了夜班 用三厘米厚的方木 将防雨布牢牢固定 眼看着屋顶的一面 已经铺设好木板 这期间少不了妻子的支持 当然女儿也有不小的功劳 铺设另一面屋顶时 久违的小舅子终于出现了 两人还是之前那般神志默契 不到一天就顺利完成任务 也不怪小帅经常怀念舅子了 屋顶的左右虽然铺好了防雨布 但前后依旧是空荡荡的 只见小帅将岳父送的方木搬下车 随后直接从二楼将他取上来 这些方木长宽高分别是十厘米 用来做阁楼窗框完全够用 接下来只需要利用偷学来的损某结构 在木材上做好对应的标记 理想的大小交给凿子把握 小帅今年38 木工经验50年 每一个凹槽的误差不超过一毫米 方木的斜角和长度 也竞在小帅的把握之中 接着只需要将它们准确地镶嵌起来 出于对家里孩子的安全考虑 加上这里是木屋朝后的方向 小帅不打算把它做成落地窗 只见他将一块木板伸出去 再利用手臂的柔韧度 将它固定在支架上 每安装好一块木板 还得用卷尺进行精准的测量 严谨的小帅 让木板完全贴合屋顶的三角形状 接着裁剪出防御布 用它把新上党的木板保护起来 在屋顶的最顶端 面对更加复杂的形状 木板都需要经过多番测试 不过这可难不倒小帅 不出两个月 木屋朝前的阁楼也安装好了框架 想当初这里还仅仅是一片空地 现在却成了一栋气派的两百屏幕 夏天刚刚过去 岳父就送来一份大礼 这些窗户都是根据阁楼的尺寸专门定制的 小帅爬上二楼 一脚踹掉梯子 将窗户直接拉了上去 自从他答应给岳父推荐隔壁的王大义 现在是要风得雨 要雨的风啊 小帅赶紧给窗户加上推拉荷叶 利用小木片的支撑 就能争取到打螺丝固定的空间 为了怕岳父临时后 小帅连家都没回 连夜就把窗户给装上了 没想到岳父做事这么靠谱 就连尖端的三角区域 都准备了没有误差的窗户 装好后 再让岳父亲自打上泡沫胶进行固定 眼看着木屋越来越完善 小帅的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接下来还得给墙壁铺设隔音棉 以及屋顶的瓦片都需要不少的费用 看来他必须要进一步沿袭 如何讨好岳父的秘境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为了给家人打造一栋温馨的木屋 收集了500棵上百年的云山树 每一棵直径都超过50厘米 全程自己动手耗时三年半 终于将一块荒地改造成 3000万人的梦中勤屋 铺设好屋顶的防御部后 小帅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入户门 一向节省的他打算手工做一张 首先根据大门的尺寸 对木材进行精准的切割 出于对安全和保温的考虑 用三层木板组装成大门主体 接着给门安装上坚固的荷叶 门框处使用精湛的木工手艺 凿出锁头对应的凹槽 固定好锁头后 只需要将门板最后一层用钉子固定 最后一步刷上木蜡油 这扇门就会和他一样 守护着他亲爱的家人们 让我们欣赏一下小帅的成品吧 之前总有人担心木屋会被白蚁侵蚀 今天小帅叫来小舅子 将屋内所有木头全部打磨一遍 他一直秉承着一个原则 那就是又累又脏的火 一定要叫上小舅子 千万不能麻烦自己的媳妇 两人在屋内连续操作一个礼拜后 森林里的雪又下了起来 小帅瞒着家人 带上自己的滑雪板 开启了独行者的雪地争托 终于爬上山顶后 他欣赏了一下雪景 就开启了今年冬天的第一次滑雪 忙里偷闲过后 小帅活力满满地投入了打磨木头的工作 眼看着屋内所有的木头完成了打磨 是时候给他们刷上一层保护清漆 避免后面出现发霉开裂等问题 岳父送的小礼物再次派上了用场 这些木板刚好可以铺设二楼的地板 清理出来的木屑 记得让他们重回大自然的怀抱 也算是落幕归根 隔天小帅在路上看见一颗霉清木秀的树桩 直径超过一米 一看就是百年老树精 小帅趁四下无人 拿着邮具给他好一顿修理 接着马不停蹄地开来拖车 套上爱的魔力圈 直接就拉回了木屋基地 巨大的树桩被切成两半 小帅贴心地处理完腐朽的树洞 将其中一节打磨过后 这个形状简直完美 小帅当即决定等新房建成后 就用它充当第一张桌子 由于二楼的屋顶现在只有一层木板 小帅还需要给屋顶安装上蒙古 自从拥有了大门和窗户 就算是室外鹅毛大雪 也丝毫不影响小帅的工作 接下来的半个月 小帅忙着在方木核屋顶之间 填充好结实的保温棉 同时还不忘提前铺设好水电 随后小帅用防火部将屋顶保护起来 就开始固定第二层木板 偶尔妻子和孩子也会来到这里帮忙 尽管小孩的力量有限 但他们从不限制孩子的动手能力 妻子也不会含苦含累 也许这就是一家人的生活吧 互相扶持相互体谅 大部分时间小帅都是独自干活 毕竟家里有妻子的照顾 他才能安心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终于在二楼天花板进入卫生室 小女儿也来到了现场 他在父母的守护下 第一次尝试了切割木板 虽然切得不太好 但小帅和妻子都是女儿的马屁精 他们坚信只有鼓励教育 才能让孩子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潜能 小帅时不时还会表演个倒挂金钩 哄孩子们开心 看到这里我由衷地羡慕了 他们的孩子看起来都不用吃笋子 几天后暴风雪席卷了木屋 小帅特意检查了室内各个角落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还有谁敢说小帅的木屋不够坚固呢 春天即将到来时 小帅终于等来了岳父送的材料 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木头 为了方便后期给木屋盖碗 小帅在电钻的帮助下 将这些方木固定在屋顶 整个木屋仿佛一张巨大的格子网 接下来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了 毕竟岳父定制的采钢屋顶材料还没到呢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为了给女儿搭建童话中的木屋 收集500棵直径超过50厘米的云山树 自己动手全程耗时三年半 在云海之巅打造出数千万人的梦中勤屋 小帅固定好屋面瓦的龙骨支架后 还得在尾部安装上钢铁挂钩 防止后期瓦片下滑离家出走 做完这些 岳父送的采钢屋面瓦刚好就到了 这不是巧了吗 再借一下岳父的儿子充当苦力 将第一块屋面瓦固定在龙骨上 接下来只需要如法炮制 将剩余的采钢屋顶一一固定 接着在屋檐下固定好排水管道 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在明亮的环境下 木屋还需要开几扇大窗户 只见小帅严谨地测量出尺寸 固定木板作为油锯的靠尺 凭借纯熟的切割技术 锯出窗户的范围 小帅一连开好了三扇窗户 屋里瞬间就亮堂起来 当他在对窗户进行精修时 他美丽的妻子突然从屋里走了出来 这种行为无疑是把单身狗骗进来杀 两天后定制的窗户已经送达 依旧是老岳父送的小礼物 其中还包括一个小沙发 在安装窗户之前 一家四口还来了一场洒木花仪式 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不就是男人的终极梦想吗 窗户的安装采用传统的俗脑结构 在木材上凿出对应的凹槽 让儿子做一下清理木屑的小活 接着小帅在凹槽内塞入隔音棉 将对应的方木敲进去加以固定 随后将窗户用电钻衣固定即可 装上窗户的房间 瞬间就仿佛上了一层磨皮加美颜 处处充满了温馨的感觉 木屋二楼后面的窗户也需要装饰一番 只见小帅固定好木板 用刮刀将侧面的树皮去除 这种纯天然自带曲折的木板 就是他选中的装修材料 随后小帅爬上脚手架 提前固定好龙骨 再将准备好的木板搬上来 将这些木材裁剪成合适的形状后 直接卡好第一根 依旧是用电钻进行固定 灵活的曲线距 能将木板裁成任意形状 围绕着窗户 固定好全部的木板 就到了最后一步 给它们抹上防腐防潮的涂量 这些上百年的沙漠 拥有纯天然独一无二的纹木 此刻宛如童话书里神秘的丛林木屋 接下来就到了室内地板的环节 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噪音 增加使用年限 小帅先用一层浇荷板进行覆盖 依旧是全家人力往一处使 之前的树桩过于碍事 直接用滑轮将它转移 随后小帅精准测量着 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势必做到让它们严丝合缝 接着通通一层软木 它不仅可以减少噪音 还能防止底下的木板移动 而后就到了木地板上场的环节 铺地板看起来简单 但其中的咬合度 和对地面的要求都非常高 因此小帅没有让任何一个家人帮忙 茶几又一次被挪来挪去 自从安上大门后 他就再也不可能离开这个房间 铺好一楼木板 就到了三层的小阁楼 没想到小帅居然瞒着大家 把二楼分成了两层 只因为女儿一直想要一个小阁楼 小帅在楼上固定着地板 妻子和女儿则在下面通力合作 这小子是真有福气啊 随后女儿也迫不及待地爬上了阁楼 看着小帅一点点实现他的梦想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为了给家人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园 挖上千万满下一整座山头 收集五百棵直径超过五十厘米的山树 用三年时间手工打造 数千万人心中的梦中勤屋 其中纯实木的旋转楼梯 更是被人直呼艺术品 上集说到小帅已经安装好了窗户和地板 木屋的进度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 今天小帅取出路边捡来的老树根 决定将它改造成楼梯的转角 先将腐朽的部分去除 拿出祖传的钢刷给它来一次干系 接着用邮具切掉杂乱多余的部分 这一招画房为简 也一直是小帅生活的理念 随后小帅用尽全身的力气 给树桩安排上一个小枕头 邮具进一步处理细节 由于树根的造型复杂 要除去树皮不可能直接使用打磨机 只能先用凿子一点点处理 现在的树桩最少年轻了66岁 隔天小帅在妻子的帮助下 将重达几百斤的树桩慢慢滚进屋里 两人尝试上千次后 终于将树桩调整到楼梯的位置 接着小帅开始处理木材 在妻子帮不了什么忙的时候 他也会在旁边荡着秋千陪伴小帅 处理完的树叉子刚好充当楼梯之主 再来一根上了年纪的沙漠 在他身上画出精准的记号 严谨的小帅绝不允许出现误差 沿着记号进行切割 就可以组装成四边形的框架 然后将同样大小的窗框放在树桩上 将多余的部分做好记号 对树桩进行进一步的塑形 只见小帅将窗框固定在木架内 他企图抱起两百斤的木框 结果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力气 只能慢慢挪到树桩边上 经过反复调整后 终于将树桩完整地卡了进去 一向自称体力王者的小帅 此时也忍不住扶着自己的老腰 隔天小帅测量出木框和蜘蛛的角度 就抱着树桩来到室外 直接用邮具沿着记号凿出凹槽 随后根据勾股定理 让木框刚好卡在凹槽内 再为木框量身定做两个桌腿 但凡是拾木的东西 都必须涂上防腐防虫的青漆 现在的树桩宛如参加了变形记一般 焕发出新的光彩 小帅给木框安装上密封条后 和妻子将三厘米的钢化玻璃放了上去 为了迎接两天后的圣诞节 小帅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和孩子们在野外绑架了一棵云山树 这将是他们在木屋度过的第一次节日 小帅耐心地教着女儿切割树枝 一家四口齐心协力装饰着圣诞树 其乐融融的场面 让人看了十分羡慕 小帅始终觉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十分珍贵 毕竟每一分钟就有60秒 隔天孩子们一大早就去野外收集青苔 用来装饰圣诞树底下的空间 这要是我奶奶看见了 非得请着小孩吃一顿竹笋炖肉 为了安装壁炉的烟囱 小帅特意用布料将圣诞树保护起来 而后用胶布标记出烟囱开口的位置 拿来邮据轻松解决 晚上壁炉里生起温暖的篝火 孩子们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拜 他们在黑夜里放起绚烂的烟花 在炉火前度过了温馨的一夜 不玩雪的圣诞节是不完整的 次日小帅夫妇丢下孩子们 两人在雪地中肆意奔跑着 仔细想想 大人的世界有时候更需要童真 才能治愈现实生活带来的繁忙 男人为了能自由地观看世界杯 提前一年在森林搭建地下庇护所 成功躲开媳妇的牢岛 实现了三千万已婚男人的梦想 男人叫阿龙 他在森林里找了个风水宝地 拿着铁锹就挖了起来 好在这里都是沙地 让他挖掘起来十分轻松 很快就挖好了能容那一家人的大坑 接着阿龙就开始拒问头 去年的一场伤火 让森林里的木头都有烧焦的痕迹 但这并不影响使用 只见阿龙用人体工程法 精准测量出木头的长度 然后除去木材上多余的质感 在地上挖出一米五深的坑后 直接将主粮放进去 接连固定好六根主粮 选取正当壮年的树鸽 在他身上凿出凹槽 沉重的木材差点压弯了阿龙的小腰 将对应的凹槽卡在主粮顶部后 敲入二十厘米的绝情钉加以固定 沉默的钉子就和阿龙的心一样冰冷 接连固定好三根横梁后 阿龙立刻找来防雨布 让他将庇护所周围全部包裹起来 主要是为了防止沙子下滑 他可不想提前六十年入土为安 随后阿龙才开始搭建墙面 直接采用木材进行填充 这些树胸虽然没有上百年 但让阿龙睡个十七八年还是没有问题的 隔天岳父还跑来帮忙 因为阿龙承诺过 等世界杯开始以后 他也可以在这里随便住 两人合力将另一扇墙体搭建好 屋顶的铺设则采用这种更小的木材 同样是用绝情钉加以固定 岳父还给阿龙送来一个油桶 后期可以充当壁炉使用 没想到半小时候岳父就跑了 真是快的嘞 他说等桥迁之喜再过来祝贺 阿龙沉浸在搭建中并没有受到影响 休息间隙他还不忘耍个帅 就凭他的帅气要什么老婆找不到 搭建完一面屋顶后 阿龙忍不住蹦起了野地 看来承重性十分不错 将其卡在屋檐下 确保寒风吹不到他的小身板 当然还需要一层防水布 将屋顶全方位保护起来 为了提高庇护所的隐秘性 用沙子将周围全部埋起来 这怎么看都有一种不太吉利的感觉 接着扑上第二层防水布 再用沙子埋一遍 这下媳妇拿着八倍镜 都找不到阿龙在哪了 就是这室内灰尘属实有点大了 而后阿龙在门头固定好两根钉子 用来安放壁炉的排烟管 这样就不怕自己一氧化碳中毒了 隔天阿龙开始处理巢外的墙壁 流出入户门的空间后 同样是往旁边填充木材 为了确保室内的光照充足 阿龙拆掉了排烟管道 取出捡来的塑料板 将它固定在木材的缝隙内 而后阿龙在木材上固定好保温面 继续用绝情钉固定木材 直到将窗户完全包裹 由于出行不太方便 还得在门口继续挖出通道 挖的同时用树干组成围栏 防止泥土滑坡 不出半个小时 阿龙就挖好了属于自己的王者之间 同时也带来了漫天的灰尘 好在阿龙知道戴起口罩保护自己 窗户占据了排烟管道 那就给屋顶开个口子 烟囱从室内延伸到地面 为了防止雨水往下漏 阿龙用塑料磨合防雨布 给它里里外外裹了三层 次日阿龙找到几位美黑过的树胸 将它们切成半米的长度 搬到室内充当床腿 严谨的阿龙还不忘测量长度 刚好适合自己1米86.6的身高 只需要在床腿上铺设好树干 每一根都用绝情钉进行固定 考虑到这些木头有些个得慌 阿龙还不忘铺上祖传的垫子 这下舒服多了 继续用木材处理成一张桌子 安上90度的荷叶后固定在墙上 不用的时候还能收回去 而后阿龙又到森林里收集木材 只见他用木板降门框包裹起来 木板和墙体之间填充保温棉 接着根据大门的尺寸 将原木组装乘入库门 依旧是用荷叶进行连接 由于原木之间的缝隙过大 阿龙决定用木板再覆盖一层 不仅能让庇护所更加美观 还能有效提升室内的保温性 此时从天上往下看 阿龙的庇护所就是个小小土堆 这让阿龙充满了安全感 他当即决定今天就要在新房过夜 夜幕降临 阿龙关上大门 生气温暖的炉火 取出埋在土里的物资 开始给自己准备晚餐 看着元素丰富的就和周期表一样 阿龙用锡纸将所有食材包裹起来 扔进壁炉里烘烤半个小时 一锅大杂会吃得他满心欢喜 他越来越期待在森林生活的日子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花七天时间搭建好一栋地下庇护所 里面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更部分的是 在外面零下30度的时候 他的庇护所却能直接达到42度 只要你住进去 就能提前50年感受地下的世界 只见阿龙拿出祖传的草子 往房头上均匀的播种 相信来年春天 这里一定会长满希望的绿草 接着阿龙继续处理门前的台阶 挖出来的泥土直接覆盖在房头 随后阿龙收集了一些木材 将底部削尖后 固定在台阶两侧 在支架和泥墙之间铺上塑料袋 防止泥土下滑 地面同样是用树干进行排列 他可不想每次进出 都把脚上的泥巴带进室内 虽然楼梯只有三级 却花了阿龙大半天的时间 此刻的他早已鸡肠鹿鹿 阿龙取出从家里带来的面包和鸡胸肉 网锅里倒有把小肉那么一件 放上黄油和洋葱 裹在面包里做成一个汉堡 这一口咬下去 隔壁老王带来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为了提升庇护所的美观 阿龙还找来木板 将它固定在屋檐处 这小子是真讲究啊 每进行一个步骤 都必须用卷尺精准的测量 门檐下用木头全部填充 整个庇护所现在看起来严丝合缝 安全感直接拉满 阿龙决定再给家里添把椅子 只需要收集一些木材 测量出需要的尺寸 用螺丝连接各个部门 原木的设计 还能让背部得到按摩的感觉 光有庇护所还远远不够 野生王者怎么少得了桑拿房呢 只见阿龙在地上固定好四根立柱 顶部用木材加以连接 用保鲜膜将它全方位包裹起来 里面固定好壁炉 放上用来保温的石头 一杯水下去滋拉坐下 此刻在室外只有四度的情况下 里面的温度却能达到四十度 这小子真是纹身是闭眼 秀了我一脸啊 隔天阿龙开始处理室内的泥巴 床板离地面太近 总让他感觉自己要被埋了 他打算将地面再挖深二十厘米 幸好我暂停了 不然这沙子得仰我一脸 而后阿龙找来一根木材 将其固定在床边 接着用木板给地面泥巴找平后 用绝情丁挨个固定板子 边边角角的地方 也要处理成不同的斜角 让木板和地面完全契合 屋檐处的木板还需要火焰枪的烘烤 高温碳化能帮助木材防潮防虫 入户门同样也需要碳化 褐色的纹路逐渐鲜明 整个庇护所瞬间拥有了奢华复古感 而后阿龙打算升级一下壁炉 他拆掉了原来油桶改造的壁炉 根据自己的设计图 搅拌好水泥 在原来的位置砌上砖头 看阿龙这手法 在老家也是高级瓦工级别的 砖头之间错缝摆放 砌好后再盖上铁皮 四日等壁炉干透后 在外墙继续抹上一层水泥 任何有缝隙的地方 还需要打入玻璃胶 这样不仅能提升壁炉的保温性 也不用再担心一氧化碳的问题了 由于朋友们都非常羡慕阿龙的生活 他决定在房间里再加张床 专门收留被老王伤害的男人 基于庇护所不到五平米 阿龙只能先在室外制作好床板 将他卡在床板和门的空间内 底部再用竖桩进行加固 这床看起来小 睡得一米八的男人还是刚刚好的 事后阿龙还不忘将地面清扫干净 接着阿龙将摄像机绑在门口的树上 用来观测附近的野生朋友 既然家里有了新壁炉 那就得展示一下厨艺了 小批萨往壁炉里放 半个小时后壁炉还你一场美味 这生活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为了能自由地观看世界杯 不顾妻子的反对离家出走 提前一年在森林搭建了地下庇护所 昨天阿龙在庇护所外安装了摄像机 隔天就在相机里发现了野生打紧 为了保护自己的食物 阿龙又干起了绝地三尺的老本行 不到一个小时 就挖出可埋一人的深坑 深得嘞 接着阿龙将之前的油桶放了进去 调整好位置后 用泥土填埋让它入土为安 就成了一个野外版食物储藏室 再加上树枝进行掩护 确保野生朋友们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食物 次日阿龙一觉醒来 不仅发现整个森林都被白雪覆盖 膝下血本牺牲一个鸡腿 只为找到那位野生朋友 气温下降导致庇护所内只有四五度 阿龙随即开始制作木板 先得邮剧喝点肾宝 他立马火力全开 随后阿龙带着木板回到基地 先升起温暖的炉火 提升干活的幸福感 大块大块的柴网里放 热得嘞 接着阿龙将木板卡在墙上 家后的墙壁 足以抵御冬天的严寒 再用绝情冰加以固定 一定会比他的婚姻还要坚固 一番操作后 此时室内已经达到了19度 阿龙也只需要穿一件短袖 木板贴完还得清扫一番 毛皮房秒变精装修 直接挨干净的阿龙来到室外 抓起一坨血就洗了把手 一个小时后 此时室内温度高达30度 是时候取回相机检查一下了 没想到是狗妈妈带着孩子出来觅食了 看来这一个鸡腿还不够塞牙缝的 检查完相机后 阿龙将剩下的木板带了进来 由于原来的木门不够饱满 阿龙决定重新做一张 用斧子除去多余的茅瓷后 利用绝情冰加以固定 瞬间做好一张门板 对比着入户的空间 用斧头继续修剪超出尺寸的部分 而后用荷叶将门板固定上去 它能更好地隔绝室外的冷空气 接着又到了阿龙小厨房缓解 五花肉切片 用油煎出香味 放入土豆一起翻炒 香的嘞 简单的食物不用花里胡哨的技巧 阿龙现场做了一把野生锅铲 用起来十分顺手 用餐之前 阿龙还不忘捏的小雪人看家护院 果然男人致死是少年 晚上入睡前 室内温度已经达到四十多度 狗进了这房间都得摇着头离开 隔天他觉得房间还是不够热 又在门缝里填满了保温棉 还得用之前旧门的木板再覆盖一层 双重保险更加温暖 就连门边上都穿上一层棉衣 妈妈说过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 于是阿龙还给门上装了个栓子 省得哪位野生朋友半夜误入他的闺房 为了能存够更多过冬的柴火 阿龙还在门口坐了个三角储物间 成功将庇护所升级为仪式一厅 前一天固定木板的时候 忘了靠桌子的这一面墙 难怪半夜睡着总是透风 阿龙暂时卸下了桌子 将这面墙也同样用木板覆盖一层 手巧的阿龙给自己安排了一个置物架 把家里带的各种调料摆放上去 干活之前烤的面包刚好熟了 看来这小子手艺是真不错 不过光有主食还不够 阿龙取出半条带鱼 裹上面包糠 放到油锅里小火慢炸 隔壁362个月的小朋友都残酷了 现在的庇护所越来越温馨 阿龙吃着香喷喷的面包 做了个重要的决定 他要在这里度过一整个冬天 从来没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为了能自由地观看世界杯 提前一年在森林建造地下庇护所 别人还在三天热酒顿的时候 他已经在野外蒸起了40多度的桑马 冬天的森林都被白雪覆盖 阿龙每天起来都得清扫门前的积雪 接着劈点木柴 重新点燃壁炉 烧一壶开水等会速速口 而后他在门上固定好挂钩 讲究的男人必须拥有自己的挂衣区 之前阿龙用木板将墙壁全部覆盖了一遍 没想到天花板的缝隙还是有些透风 只见阿龙往里面不断塞入保温棉 如果怕冷有断位 阿龙一定是黄金选手 光有保温棉还不够 同样铺设好木板 用绝情冰进行固定 此时房间里越来越热 温度已经到达30度 穿一件短袖干活刚刚好 看着整齐的天花板 阿龙忍不住给自己点了个赞 爱干净的他开始整理室内的木鞋 点上一盏爷爷送的煤油灯 氛围感这不是来了吗 闲暇时间 阿龙还得忙着收集柴火 将它们全部摆放到储物室内 这将成为阿龙整个冬天的保障 又到了准备晚餐的时候 阿龙小厨房开课了 鸡胸肉切块 放进锅中翻炒 接着加入洋葱爆香 再加上一个西红柿 整个庇护所都弥漫着食物的香气 隔天阿龙一起床 就开始忙碌起来 原来的壁炉只有一个灶台 不能双管齐下 现在他重新更换了两孔的铁片 又用砖头将烟囱包裹起来 以后做饭的同时也不耽误烧水 没有了媳妇鼓励的阿龙 学会了给自己竖大拇指 茫茫森林里只有一个小小的身影 那就是阿龙在给庇护所门口铲血 他要在这里清理出一块平台 用来充当露天客厅 接着就开始处理上了年纪的树胸 阿龙就这样拥有了一把原木靠背影 要把上百斤的椅子搬回庇护所 阿龙已经累得瘫在雪地里 他艰难地滚动着椅子 婚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开始的时候总是开心的 越往后越觉得十分吃力 但也不能轻易放弃 阿龙最终还是将椅子带回了庇护所 光有椅子还不够 还得坐张桌子 只见阿龙找来现成的树桩 将木板直接钉上去 一桌一椅是他给自己的仪式感 原来的窗户太小 阿龙决定给他更新换代 拆掉之前的塑料板 此刻天空下着小雪 阿龙也毫不在意 扩大了空间后 安装上新的窗户 窗外的雪景一览无余 借着雪水将窗户重新清理一番 阿龙又给自己竖起了大拇指 果然爱点赞的男人运气不会太差 收集好一壶雪水放到炉上烧 阿龙小厨房又来了 这次他要给自己做个卷饼 牛奶里加入烧开的雪水 再来一个鸡蛋 放入面粉不停地搅拌 起锅倒油 倒入面糊炸到两面金黄 阿龙一连煎了六张卷饼 一盏没有灯点亮了雪液的浪漫 小雪花似有若无地飘着 吃了两分钟后 阿龙实在装不下去了 还是庇护所内比较温暖 究竟是多牛逼的男人 才会在刚蒸完66度桑拿的时候 跑到零下30度的野外用积雪搓背 给全身的毛孔来一场极限运动 让他们充分体验到热胀冷缩的原理 为了迎接第一位来到庇护所的客人 阿龙一早就将石头放在壁炉上烤 等到了晚上 整个房间都会变成桑拿房 难得等会儿要来个免费劳动力 阿龙决定趁机在小屋旁再搭一个客房 将庇护所正式升级为两室一厅 冬天的地面冻得邦邦硬 挖掘起来十分费力 刚好这时好友已经到了 没等人家休息一下 阿龙就指挥着好友开始劈柴 好友看起来就很实诚 不仅帮着劈柴 还帮着收集树干 阿龙打算先用篝火温暖地面 攻略大地冰冷的星后再进行挖掘 趁着烘烤的时间 阿龙又收集了一大盆雪 等融化后用来招待好友 香的嘞 现在的地面完成了解冻 再也无力抵抗铁锹的进攻 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需要不停地收集木柴 到了晚上阿龙开始准备筹冰宴 先将几个土豆削成丝状 挤干水分 打入一个鸡蛋 虽然他平时都是吃鸡腿和汉堡 但是朋友来肯定要吃点好了 这样煎出来的饼外酥里嫩 而且里面没有会塞牙的肉 香的嘞 阿龙和好友静坐无言 默默享受着精致的晚餐 为了缓解尴尬 阿龙率先来到室外继续挖地 结果没多久又被好友叫了回去 原来室内的温度已经到达了60度 是时候开始蒸桑拿了 烤了一天的石头也派上了用场 两人浑身大汗 没到半小时就冲出门外 全身弥漫着雾气 一头就扎进雪地里 拿着冰冷的雪给对方擦背 毛孔估计这辈子都没这么刺激过 次日阿龙继续挖掘地面 看来昨天和朋友睡得很不错 今天状态也好到不行 没一会就看到了小屋的墙壁 眼看着雪越下越大 为了防止大雪将地面冻僵 阿龙找了一些木头 给土坑临时充当屋顶 一夜过去 房头的雪堆到了半米高 阿龙找到昨天挖的坑 铲除积雪后 取出防御布 而后在坑底凿出几个积坑 放入两米深的木材充当主粮 用钉子固定好横梁 在填充墙壁之前 必须提前固定好房与布 才能避免泥煞滑坡 紧接着开始用木材填充 继续如法炮制处理其余墙面 为了能体面地招待 被老王伤害的男人 阿龙真是不辞辛苦 就是这个客房看着有点小嘛 超过一百斤的男人入住有点困难 屋顶同样是用木材覆盖 一根根整齐排列 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 阿龙时不时就得用雪洗打脸 随后他往墙上固定了一张帅照 欣赏完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阿龙的小厨房又要开客了 牛排切成块状 加入土豆和洋葱 以及一整杯纯牛奶 昨天来的朋友要是知道了 估计得说这小子不地道了 阿龙将桃锅放进壁炉里 等待半个小时后 这锅盖都烤变形了 阿龙吃了个底朝天 就安逸地躺在床上发起了呆 隔天他一大早就收到岳父送的窗户 因为阿龙偷偷告诉岳父 客房是专门为他准备的 只见阿龙熟练地揭开客房的天花板 继续处理最后一扇墙壁 森林里格外宁静 只剩他忙碌的声音 墙壁弄好后 才开始处理屋顶 依旧采用双坡式屋顶建造 不同的是 这次要留出天窗的位置 防御部依旧是必不可少的守护 接着阿龙再步上画出天窗的空间 放入一些工具后 整个人再次钻了进去 看不出阿龙还挺苗条的 他要将地面挖得再深一些 起码要让人能直立起来 确定深度满足要求后 还需要将客房和主卧打通 才能确保他能和朋友们赤城相见 三两知己雪中小屋 这样的生活谁能不羡慕呢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不仅在野外吃起了烤全兔 还徒手搭建了两室一厅的地下庇护所 甚至和好机友蒸起了66度的桑马 为了能见得更多被老王伤害的男人 阿龙紧挨着小屋挖一个大坑 用来充当自己的客屋 依旧是采用木材填充好墙壁和屋顶 挖出来的泥巴 刚好覆盖在顶部的防御布上 保温的同时还能防止血水渗透 考虑到现在进出客屋有一定难度 阿龙重新爬回客房 没一会就打通了主卧的墙壁 真是建起来麻烦 拆起来容易 而后他在缺口边固定好一根树干 用它充当靠齿 就能顺着往下继续切割 在主卧和次卧之间 顺利打开一个通道 以后就能和机友们坦诚相见了 贴心的累 此外阿龙还给客屋安排了一扇天窗 睡不着的时候 就能躺在里面看星星看月亮 这么浪漫的事情 当然要和兄弟一起做 接着阿龙取出保温棉 将它填充在屋顶之间的缝隙里 在零下几十度的森林里 保暖永远是头等大事 闲暇时间 阿龙总是会泡一杯没有茶叶的热茶 静静地欣赏着白茫茫的世界 休息过后他收集了许多木材 将它们铺在客卧的地上 现在整个空间看起来十分整齐 而后阿龙决定趁着朋友没来的时间 烤一只肥美的小兔子 用来犒劳体贴的自己 他简单搭建好一个野生灶台 将兔子放在上面烤到滋滋冒油 再拿回温暖的庇护所内 只见他讲究的片下烤兔肉 香得嘞 前几天来的朋友就没口福了 希望他不要觉得阿龙太小气 只给自己吃面包片 隔天阿龙清理了天窗上的积雪 严谨地测量出天窗的尺寸 带着邮具开始处理木材 总有人问在野外哪里来的木板 事实上只要邮具拿得稳 想要多少木板都可以 接着阿龙将处理过的木板铺在天窗上 用绝情钉做出一块鲜板 而后固定好荷叶 就成了专门为天窗打造的防护门 蹦起敌来也毫无压力 善良的阿龙还为小鸟准备了救餐区 时不时就往里面放入鸟粮 希望它们能度过寒冷的领冬 闲不下来的阿龙又搞起幺蛾子 只见他将树干顶部削尖 裹上一层防火的锡纸后 再包裹上乱七八糟的塑料 阿龙一连做好两根火把 接着往桶里倒入花生油 将火把放进去加以浸泡 趁着这个时间 继续制作了两块木板 将它们从天窗直接扔进去 在顶部凿出凹槽后卡在支架上 做成一张小小的单人床 这个长度睡起来应该不舒服 不过反正不是给自己睡 两个房间之间的墙壁 也必须塞入保温棉 以免睡觉的时候 主卧的热量流失到客屋 毕竟苦朋友也不能苦自己 保温棉外再覆盖一层锡纸 接着钉上结实的木板 不仅好看而且隔热 此时火把也浸泡得差不多了 阿龙用绳子将顶部缠紧后 将它们插在半米厚的雪里 点燃火把照亮着门前的风景 阿龙像个小孩一样玩了起来 而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室内 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 猪脚一个 胡萝卜大蒜若干 看来又是一个大手笔 往猪脚里塞入胡萝卜和大蒜后 锅里倒入一整罐啤酒 直接放入猪脚 以及盐和胡椒粉等调料 等待的时间阿龙也没闲着 而是跑到客户说好今天的工具 半个小时后 八戒已经香味肆意 此时将它转移到锡纸上 用炭火继续烘烤半小时 香喷喷的烤猪蹄就上桌了 好吃的嘞 睡前阿龙看了一眼温度计 居然只有26度 之前室内最少都有30度 看来房子太大也不是好事 热量都离家出走了 后面还是得再坐扇门才行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为了能自由地观看世界杯 不惜离家出走在森林搭建地下庇护所 在外面零下30度的时候 它的庇护所却能达到70多度 现在是早上9点钟 今天的天气真的太好睡了 但阿龙还是勤快地起来铲出积雪 接下来他还要给客户的墙壁钉满木板 只见阿龙精准地量出尺寸 掏出绝情钉往墙上固定木板 每一块木板之间严丝合缝 不允许有超过一毫米的间隙 这样才能保证客户的温暖 同时还需要留出壁炉出口的位置 接着给天花板穿上一层锡纸 在保温隔热这一块 阿龙一点都不含糊 锡纸外面再钉上一层木板 突然闪现了光头朋友帮了大忙 一来就干活的工具人 才是阿龙从心底认可的好兄弟 现在客户已经完全被木板包裹着 看起来比主卧还要气派 随后阿龙将朋友的包一起堆在这里 暂时用它充当一下储藏室 夜晚时分 阿龙也没闲着 他将一颗无辜的画树分成几十段后 做出一块野生的砧板 为了迎接光头朋友 他特意准备了两个大面包 甚至还烤了二十根烤肠 面包对半切开 掏出里面的面包心 给朋友的面包里放入三根烤肠后 再来点煮熟的胡萝卜丝 两人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这个规格已经是阿龙下了血本的 毕竟上个朋友来只吃了面包片 吃过晚饭后 谁也没有去睡客房 而是心有灵犀地睡在主卧里 平静的一夜悄然过去 阿龙一大早起来沏了两杯热茶 欢笑声回荡在狭小的房间里 而后善良的阿龙还不忘在喂鸟盒里 投放昨天吃剩的面包 接着才恋恋不舍地送走了光头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只见他打开了客窝的天窗 带着邮具走向森林深处 看上一棵倒下的云山树 阿龙做事从来不会赶尽杀绝 他需要木板 就只做木板 绝对不会把整棵树都带回去 主要是因为带不动 而后他将木板层层叠加 固定在窗户的外侧 做出窗框后 再用荷叶固定好窗门 这样窗户就能拥有一扇独立的小门 也不再害怕积蓄的伤害了 做完这一切 吃块巧克力配热茶 生活真是美美大 接着阿龙开始完善客窝 首先还是去找那位躺平的树雄 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木板 随取随用绝不浪费 接着将木板带回庇护所内 是时候给客窝增加一扇门了 比对着通道的尺寸 对木板反复修整后 将他们用另一块木板连接起来 由于钉子过长 反面也必须再敲打一番 而后才能用荷叶加以固定 确定门能顺利转动后 阿龙取出一张祖传的地毯 将它固定在大门的位置 瞬间将平平无奇的刻屋 变成地毯后的隐秘世界 一般人不可能发现这个地方 不得不说这小子是真的有点东西啊 讲究的阿龙还将室内全部清理了一遍 他坚信挨干净的男孩运气不会差 就连毯子上的灰尘 都得拿到室外去抖掉 整理好一切后 又到了阿龙小厨房开课环节 今天没有朋友在 那就简单吃个牛排和意大利面吧 牛排下锅煎到全熟 另一个锅里放入意大利面 同时用剩下的油再炸一个面包 接着往意大利面里加入奶了 平平无奇的一餐就这么搞定了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 在朋友离开后吃牛排了 一定是因为他的朋友们都对牛排过敏 吃饱喝足后 阿龙还不忘给壁炉里添点柴火 确保他能温暖一整夜 睡前再来一杯热茶 在温暖的木屋里睡个好觉 这样的日子才算是岁月静好 这是什么顶级享受 外面刮着暴风雪的时候 阿龙却蒸起了66度的桑拿 美好的一天从铲雪开始 鸡雪逐渐融化 预示着春天即将到来 阿龙用松枝清理了烟囱 看着烟灰就知道用得多平凡 接着他徒手掏出壁炉里的鸡灰 将里面扫得干干净净 此时天空又飘起了小雪花 今天他要将客户改成桑拿玉室 第一件事就是准备足够的柴火 阿龙马不停蹄地来到眼外 目标还是之前那颗倒下的云山 装上满满一车 将储藏室堆得满满当当后 窗外突然狂风四起 一场暴风雪席卷了整个森林 阿龙兴奋地跑了出去 不到两分钟就装不下去了 只能缩回庇护所瑟瑟发动 随后阿龙给自己煎了两颗昆蛋 反正也出不去 不如先填饱自己的肚子 一个小时后 世界恢复了平静 阿龙刨开堆积的白雪 露出一块树桩 这底下就是他搭建的客房 阿龙顺着坑洞刨掉多余的泥土 又回到客房裁掉防雨布 让烟囱能够顺利地伸出地面 考虑到来的朋友并不多 相比客户阿龙还是更喜欢蒸桑拿 固定好烟囱后 阿龙取出万能的保温面 塞进烟囱周围的缝隙中 忙完这些的阿龙 还不忘用积雪清洗一下小货车 接着装了满满一盆放到室内 等它融化后就是今夜的洗澡水 随后阿龙取出加热炉 将它和烟囱进行连接 底部则用木头直接垫高 准备好18斤的石头 因为它们具有很强的饱满性 接着阿龙往炉里点燃篝火 就来到柴房准备更多木柴 趁着澡堂预热的时间 阿龙又开始准备晚餐 鸡蛋里加入牛奶进行搅拌 起锅倒油 将沾满了汁液的面包片 转移到锅里小火慢煎 同时烧一壶开水 往雪水里直接倒 此时浴室温度达到60度 进去30秒就会满头大汗 出于对隐私的高度需求 阿龙往墙上固定了三个魔术贴 这样关于室门的时候 挂毯就能做到严丝合缝 话不多说 阿龙迫不及待地开启了桑拿之旅 没想到阿龙下一次回来 竟是半个月之后 这期间他去陪伴了许久未见的媳妇 好在庇护所内并没有什么变化 除了屋顶的鸡血已经完全融化 导致地面干裂有一点水渗透进去 阿龙重新铺上防御布 继续用沙子进行填满 越厚的泥层 越能给他提供安全感 鸡血融化也导致垃圾全部显现出来 阿龙戴上手套就开始清理 怎么大雪越狠他心越荡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看来阿龙真是个爱干净的男孩 四月份的森林依旧十分寒冷 阿龙赶紧劈了一些柴火 重新点燃壁炉内的篝火 雪越下越大 阿龙舒服地躺在床上 隔天起来 门口又堆了一层薄薄的雪 但令人高兴的是今天阳光普照 枯叶下新发出来的小草十分可爱 连带着阿龙的心情都好了起来 阿龙带着老伙伴直奔工具术 今天又得从他身上薅点木板 不得不说 这座木板的手艺真的不错 一不小心做多了 还得回家取自己的小货车 这拉起来走得飞快 接着阿龙将木板钉在一起 做出一个四四方方的箱子 但凡这个箱子在宽一厘米 今天连家门都进不去 只见阿龙将箱子带进浴室 在地上做好箱子大小的标记后 拿着邮具就操作起来 现场木屑横飞十分激烈 阿龙时不时就得探出天窗透个气 除去地板后 用铁锹掘地三尺 直到挖到和箱子一样的深度 而后再将箱子放到对应的坑内 这么隐秘的地方 用来藏私房钱刚刚好 趁着这个机会 刚好给浴室铺上木地板 就连床底下都得铺得整整齐齐 同时在地板上切割出箱子的大小 而后把两块木板连接起来 装上荷叶后 就是一个现成的翻盖门 当然阿龙也没有什么四方钱 今天的就餐选在室外餐厅 寂静的森林 湛蓝的天空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不仅在野外拥有地下庇护所 还实现了顿顿小烧烤的人生梦想 世界杯更是长场没落下 随着五月的到来 森林里已经连下了三天的暴雨 之前总有网友担心 雨水会到冠金庇护所 事实证明阿龙的庇护所十分坚挺 虽然有点潮湿 但并没有落雨进来 只见阿龙将床上的杂物全部清除 就这个根根分明的单人床 差点把阿龙的腰都废了 严谨的阿龙测量出尺寸后 就开始处理木板 确保他们和床铺完美契合 被主粮卡住的区域需要做出标记 凿出对应的凹槽 依旧是用七厘米的绝情钉加以固定 现在他终于拥有了一张能够躺平的床 此时森林里雷声轰鸣 阿龙却不为所动 他往床上固定好一层泡沫垫 再铺上岳父送的小毯子 用来接待客人的小床也同样需要改造 先将客卧门板鞠断 确保后期开门不会受阻 根据尺寸处理木板 雨越下越大 阿龙一直很喜欢这种淋雨的感觉 而后他在小床上固定好木板 为了给好机有一个良好的体验 阿龙顾膝下血本给他铺上同款垫子 此时看着杂乱的房间 阿龙再度化身居家好男人 分分钟将庇护所变得干净整洁 勤快的来 接着他点燃壁炉 烧一壶滚嘴皮的开水 泡上一杯陈年热茶 去室外欣赏飓风过境的风景 考虑到庇护所都是容易受潮的原木 阿龙拿着火焰枪对窗户进行探华 差点就酿成一场惨剧 这里提醒大家森林用火注意安全 随后阿龙又开始折腾起木板来 他将几块木板钉在一起 做成一个带把手的木盖 带着盖子走向前几天搭建的储水石 只见他切开防雨布 把半个脑袋都探了进去 里面已经积累了200升的雨水 够他在野外用上七八天了 阿龙迫不及待地打了半桶 盖子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 裁下过于没多久 阿龙就惦记着给小菜园浇水 接着他将剩下的木材 通通藏进防雨布下 而后阿龙随手扯了点松叶 将它充当钢丝球 将平底锅洗得干干净净 闲不下来的他 还给自己重新做了个置物夹 接着他取出藏在地板下的蜡烛 将它一分为二 固定好三根蜡烛后 泡上一杯热腾腾的茶 万事俱备后 阿龙又拿起那本书 满满的学渣仪式感 难道这就是差生文句多 果然不到两分钟 阿龙就装不下去了 无聊的累 只见他跑去门口挖了个泥坑 在坑里削入一些木屑后 点燃小火堆 这小子看书没耐心 生火却十分擅长 接着他在篝火边固定两块树桩 一个眨眼的功夫 天色就晚了 阿龙用树枝做了两个串串 取出白天腌制好的鸡肉 将鸡肉和洋葱串在树枝上 烤到这种微微有点焦的状态 吃起来口感外酥里嫩 香得累 吃完后阿龙本想再看会书 没想到30秒不到就困了 此时室内温度30度 就算不盖被子也能睡个好觉 春雨的滋润让房头草长是喜人 阿龙一起来发现还是雨天 这就是他喜欢的工作氛围 就连披柴都比平时更顺畅 经过这段时间雨水的冲刷 足以证明庇护所的防雨性相当优秀 随着天气越来越暖 桑拿房暂时失去了阿龙的宠爱 他决定将这里改造成私人餐厅 究竟是多舒服的庇护所 能让男人在里面度过一整个冬天 室内不仅有能让人爆汗的桑拿房 还有能温暖整个房间的壁炉 更别说顿顿小烧烤 夜夜哈啤酒的快乐了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桑拿房已经失去了阿龙的宠爱 等他吃完这两颗昆蛋 就要将桑拿房改成旧餐区 只见阿龙冒着雨走向储水时 还记得他藏在防雨布下的木板吗 是时候派上用场了 阿龙将木板搬到桑拿区 而后赶紧脱了湿漉漉的袜子 将堪称生化武器的鞋子 晾在入户区域 借着他精准的测量好尺寸 将木板处理成对应的长度 两块木板要结情境之好 就必须借助第三者的力量 阿龙做好桌板后 分别在木板和墙上固定好盒叶 同时还为桌板打造了一个专属挂钩 可以让他随时折叠收回墙面 这样能节省出半平米的空间 担心桌子的承重能力不够强 阿龙还为他安排了一个桌腿 只要将桌面放下来 桌腿就能在下面 提供最有力的支撑 他就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总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压力 安排好折叠餐桌 阿龙总觉得少了什么 毕竟朋友来的时候 也不能让对方蹲马步 随后阿龙穿上炫裤的小雨衣 重新回到雨后清新的森林里 取走了最后一块珍藏的木板 之前种下去的洋葱已经发芽了 阿龙忍不住生吃了一片叶子补充能量 接着他继续测量出尺寸 就开始切根木材 这木屑差点甩我嘴巴嘴 椅子的制作和桌子相似 同样是用荷叶固定 再安排一个桌腿 确定他能承受超过200斤的重量 闲暇时候阿龙就来到门外赏雨 一天之内擒三次与三次 就和他的初恋一样让人瞩目不透 随后阿龙回到室内开始清理房间 这些木屑可都是取暖的好材料 接下来就到了阿龙小厨房环节 让我们看看 没有朋友拜访时他都在吃些什么 首先是两块大牛排 接着是四个面包 以及富含维生素的西红柿 牛肉煎熟后 放入几块奶酪 让它慢慢融化 接着就是将肉和蔬菜都堆在面包中间 做出半米高的两个大汉堡 在新升级的餐厅里 自己一个人将它们全部吃光光 香得嘞 睡前必须看30秒书 因为多一秒都会露馅 隔天一大早起来 阿龙开始了间密环节 总有人问他在野外是如何充电的 太阳能变吃板 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接着阿龙温柔地抚摸着洋葱的叶子 下一秒就在嘴里咀嚼起来 这就是他的早餐了 而后阿龙来到储水池 打开盖子后装了满满一大壶水 完事还不忘关上挡板 这些水都为给他心爱的小菜园 现在水池里足足蓄了500升的雨水 够他用上一阵子了 加上他担心显眼的雨棚过于引人注意 所以阿龙一把拆掉将它卷了起来 随后在上面放上一些树枝进行掩盖 充满生机的森林让人心情愉悦 阿龙挑了一位看对眼的松树哥 抛了他的左膀右臂 将松枝覆盖在水池上 这才放心地回到庇护所内 经历一整个冬天的炉子出现裂痕 这让阿龙心痛不已 他取出用剩的水泥 将那些裂缝重新填补了一番 经历了水泥全方位的涂抹后 壁炉瞬间年轻了数十岁 随后阿龙取下灯泡 给大家演示了一遍在野外如何用电后 他决定离开庇护所 地下庇护所在冬天十分温暖 但在夏天却能达到66度太过炎热 阿龙决定重新找一块风水宝地 过过在地面上的生活 这才是真正的荒野天花板 一周之内徒手搭建森林木屋 里面所有生活设备一应俱全 还有整洁美观的露天庭院 自从阿龙离开带有壁炉的庇护所后 便在小溪边看上一块风水宝地 阿龙毫不犹豫地掘地三尺 天然的坑洞能让他节省不少力气 而且土壤肥沃紧挨着水源十分方便 是一块能够长期居住的地方 没一会就挖好能埋三人的大坑 体力王者都累到不想说话 简单地休息过后 他搜集了大量木材 只见他先在坑底摆放好四根树干 接着沿着木材挖掘机坑 每一个坑都必须有半米深 在木材上继续堆叠 直到木头和地面持平 后在坑里放入充当主粮的树哥 从目前的面积来看 比之前的庇护所面积要小点 看来阿龙是不打算招待朋友了 固定好主粮后 将它们顶部分别进行切割 这样能保证雨水下滑 而后阿龙在木材上凿出凹槽 将它卡在主粮上 再用八钉进行固定 听说有房的男人对手少一半 像阿龙这样有两套的 一定能在市场上大放异彩 阿龙还是坚持用钉子加固每个环节 生怕一阵风来 就将木头吹下去 接着他开始建造屋顶的框架 同样是用树干和钉子的组合 像以前那样铺上防雨布 在墙外直接用泥土覆盖即可 阿龙就这样停借着超强的战斗力 一天之内就填充好大部分墙体 隔天他一大早就重回宫底 此时天空下起了小雨 阿龙暂时铺上防雨布 换上炫酷的小雨衣 继续用木材铺设屋顶 而后给整个屋顶穿上防雨布 一层不够那就再来一层 为了增加庇护所的隐蔽性 屋顶还是需要铺上厚厚的泥层 让他和周围融为一体 但凡阿龙对媳妇有这么细心 现在也不用天天睡在野外了 接着阿龙在门口凿出台阶 午餐就用朴实的纯肉罐头将就一下 而后阿龙固定好门前的那面墙 此时四面墙体将室内安全地包裹起来 一场大雨不期而至 看来今天只能留宿于此 阿龙只好提前搭建属于自己的单人床 只见他将几个木头摆在一起 铺上一张挤塑板 拿出一个简易的睡袋 而后听着绵绵雨声沉沉入睡 隔天起来晴空万里 阿龙又开始收集木材 这是在森林随处可见的材料 接着用黏土填充在木材之间的缝隙里 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填充易燃的保温棉 为了让自己活在阳光下 阿龙找来一块塑料板 用它确定窗户的大小 围着塑料板固定好靠尺 就到了邮剧的表演时间 随后阿龙用木板制作了一张窗台 再将一块塑料板卡进窗框里 窗户就算做好了 君子卧榻之处岂能没有大门 同样是安排一块木板作为靠尺 沿着他开始处理参差不齐的木材 接着固定好门框 这个门框看着就很适合贴对联 不过今天的时间已经来不及坐门了 因为又到了晚餐时间 阿龙这次一切从简 烤一串维生素丰富的彩椒圣女果 也能让他吃得心满意足 由于昨天睡得不错 所以今天他还是没有回家 次日又是一个艳阳天 注意看阿龙门口斜放着的木头 它可不是普通的木头 而是一扇南方小人的君子们 当然也防不住各位野生朋友们 就这扇门 给我十心两千我也不敢进去睡 究竟是多孤独的男人 才会选择独自在野外度过圣诞节 时隔半年阿龙重回地下庇护所 又是白雪矮矮的冬天 他推开房门 一切还是和他离开时一样 阿龙放下沉重的行囊 从里面取出这次带来的装备 看不出这小子还挺有仪式感 接着阿龙破好爷爷传下来的床单 还是老规矩 先踢点柴 把温暖的壁炉点燃 白烟和血色融为一体 怕冷的阿龙往壁炉里扔了50斤的木头 注意看此时室内只有零度 而后阿龙用科技与狠活 检测出墙壁漏风的地方 赶紧把保温棉塞了进去 室外也同样需要检测一番 不然今晚他都睡不踏实 随后阿龙将紫色彩带悬挂在天花板上 毕竟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 这种彩带流行了几十年 依旧是圣诞节不可缺少的装饰 在阿龙一番精心的布置下 整个小屋瞬间就变得温馨起来 不知道明天起来 袜子里会不会出现礼物 大门同样挂上标志性的花圈 彩灯一直都是氛围感的首要来源 提前插上便携式电源 确定彩灯能够成功亮起后 阿龙在屋外墙上固定好小钉子 小心翼翼地挂上灯串 充满现代感的灯光 在原始的森林里显得十分童话 但凡他对媳妇这么用心 也不至于被赶出家门 寂静的夜晚很快到来 阿龙小厨房也开课了 先给家里拿来的鲫鱼去个鳞片 准备好其余的食材 用胡椒粉腌制后 倒入一整盒酸奶 这一步我是完全没想到 接着用锡纸将鱼包裹起来 黄瓜切丁 加入西兰花和西红柿 以及彩椒肉干 再来一整盒的奶酪 这个味道十分上头 最后来点香油和葡萄 放在盆里让他们彼此水乳交融 此时将烤鱼放进壁炉里 半小时后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一盆沙拉加饼干 以及香喷喷的烤鱼 就是阿龙今天的晚餐 朋友不在的时候 他总是吃得这么丰盛 吃饱喝足后 阿龙端起82年的红酒 近世界上所有和他一样孤独的灵魂 在寒冷的冬天 也能给予自己温暖和浪漫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竟然在野外过上有电的生活 还安装了有线电视观看世界杯 没想到阿龙回家陪了几天媳妇 庇护所里就爬满了蜘蛛网 不过他来不及处理 就掏出这次带来的装备 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大灯泡 只见阿龙固定好灯泡的底座 而后将节能灯拧了上去 为了不现的美观 阿龙还不忘用卡槽进行固定 一直将电线贴着墙引到窗户底下 在这里固定好插座 以及三头的排插 接着他取出岳父赞助的便携式电源 只要将插头和电源连接 就能点亮一整个房子 就算住在野外 也不会没有安全感 再给门口前安上一盏房没有灯 氛围感知不就来了吗 这样的房子我能住到天荒地老 接着阿龙在室内组装好壁炉 好在之前建房的时候预留了烟囱口 现在只要根据记号用铁锹把你挖开 随后阿龙组装好烟囱 重新用土进行填埋 为了保护墙避免受火灾 还需要在烟囱边填充玄武岩毛片 同时用装定机固定一整张防火隔热的毛片 阿龙迫不及待地点燃篝火 缕缕白烟从屋顶冉染升起 温暖充满了整个小屋 就连虫子都进来取暖了 冬天即将到来 就连门板都需要穿上一层棉服 填充好缝隙才能防止冷风进入 墙壁也是一样的操作 作为怕冷排行榜前三名 阿龙的保温措施一项名列前茅 忙碌了一天的龙师傅准备奖励自己 只见他将蒜插进鸡肉里 让孙薇占领每一块鸡肉 再给鸡胸来一套马杀鸡 充分按摩让他腌制入味 裹上锡纸后 不要急着扔进火里 一定要等到熊熊烈火 变成余温绵绵的炭火 此时放入鸡胸 让他慢慢烘烤45分钟 这样烤出来的鸡外酥里嫩 每一口都能让人直呼太美了 阿龙美美地睡了一觉 早上起来还不忘拥抱太阳 转眼时间来到11月尾 森林里已经被白雪覆盖 好在房间里依旧井井有条 阿龙头件事就是把壁炉给点上 接着他找到之前制作的木板 将它带回壁护所内 而后用钉子把它固定在墙上 作为电视的支架 没错 这次他回家带来了一台电视 虽然它只有11.8寸 但对于阿龙来说已经足够 插上电视机顶盒后 他找到一位夭折的小树格 果断将它带回壁护所 在他身上凿出多个凹槽后 尝试靠着大树进行固定 确定没有问题后 阿龙在木材顶部固定好电视天线 这小子是真的全能 做什么都有两把刷子 只见阿龙将天线撑起来 用绳子卡进凹槽和大树进行捆绑 接着再将另一头的线插在鸡顶盒上 而后他打开电视 阿龙的庇护所距离城市50公里 不一定能显示出画面 好在没过多久 电视上就出现了人影 阿龙一高兴就给自己煎了三大块牛排 紧接着做出三个半米高的汉堡后 还在壁炉上炸了一斤的薯条 汉堡配薯条 再来一杯小啤酒 电视里还放着世界杯 这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潇洒 简直是已婚男人的人生梦想 难怪阿龙越来越不想回家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为了给爷爷打造一栋理想中的木屋 用两年半时间收集600颗云山 全程自己动手不用任何电动工具 在森林深处建出数千万人心中的梦中勤屋 18岁的小强刚刚高中毕业 过早看破红尘的他依然来到原始森林 开始收集搭建木屋的原木 在爷爷的影响下 小强决定不使用任何电动工具 别人用邮具两分钟能解决的事情 他却要花上半个小时 但小强也不急着将这些树运回去 而是给他们去除左膀右臂后 再用刮刀扒去树皮 这个过程让他感到十分治愈 然而要把重达500斤以上的原木带回去 靠人力是绝对不可能的 好在爷爷送了他一辆小玩具 只需要在原木上套豪铁锁链 就能把心爱的木材带回家 接下来的一年小强都在忙着收集木材 以及给树木去皮的工作 看着褐色的树皮一点点脱落 露出云山隐秘的原木色 给一颗直径40厘米的云山刮一次皮 就需要花去它14分钟 同龄人还躺在床上等外卖时 他却沉浸在深山老林里无法自拔 不管刮风下雪都没有停下 终于在他收集完足够的木材后 木屋的搭建正式开启了 这片被树木环绕的地方十分静谧 就是小强千挑万选的地址 严谨的他用尺子精准地测算着距离 而后敲入木棍敲定范围 看来这个面积起码200平起步 接着就根据记号 在地上刨出鸡坑 别看阿杰年纪小 做起事来却十分稳重 基坑与基坑之间要用红绳锁定 才能确保后期地基保持同一水平线 由于缺少预算 地基就选择用大自然赠送的石头 只见他在基坑内填入搅拌后的沙浆 放入一根木材充当立柱 为了确保立柱的稳定性 需要在周围用石头固定 等水泥干燥后 方可用锯子调整到合适的高度 接下来还得给立柱安装上特制的围墙 浇灌上水泥沙浆 让它成为坚不可摧的地基 就如同他记忆中的爷爷一样 随后小强根据立柱的高度 沿着直线开始摆放石头 这些石头千奇百怪 偶尔还需要钢筋的整形 才能正式上岗 这一步又花去了30天的时间 沉寂许久的木材终于正式登上舞台 可由于小强坚持不使用电动工具 主要也可能是因为买不起 所以他想要将一根木材一分为二 就只能先用墨线做好记号 接着利用棒锤的力量 让斧子进入木材的天灵盖 劈开一点缝隙后 将裂缝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 用栓子给树哥来敞针酒 才能逐渐打开树哥的心房 直到他心甘情愿地撕裂自己 斧子斩断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后 还得给他们做个造型 接着小强将木材带往基地 用平整的一面朝向地基 隔天小强一大早就请来一位木兄 在甲子的帮助下 让木兄成功登上舞台 而后在木兄交接的地方做好标记 斧子则根据记号 在木兄身上凿出对应的弧度 没想到小强年纪轻轻 就能达到人符合一的境界 不过在二者连接之前 先要给他铺上厚厚的苔藓 这是大自然赐予的天然保温棉 为了让木材之间能更加紧密 还得拿出化线器量出精准的图形 再用这种稿头不断挖掘 直到在木材上挖出一条对应的勾曲 同样铺上一层苔藓后 两层木材就能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 从小强更换衣服的频率来看 他大概每天只能搭建一根木材 终于在第二层都搭好后 还需要用这种手动钻头 一次性将两根木材同时打通 挑选一位腰围30厘米的树桩 将它反复分裂后 做出直径4厘米的木栓 用它将二位树哥连接起来 以节情境之好 往后的日子 小强终日与木头为伍 单是给一根木材挖槽这个步骤 往往就需要耗费一整天的时间 眼看着墙壁有了半人高 森林的领冬却悄然而至 大雪堆积容易腐蚀木材 他只好回爷爷的农场 借了一大堆放木 将它们切割成斜角 固定在墙壁上 做出一个双坡式屋顶后 用防御布将基地全方位保护起来 只等春暖花开后继续完成梦想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倔强的男人 年仅18岁就看破红尘 休学两年半收集600棵百年云山树 在原始森林建造顶级木屋 只见小强一把掀掉了墙上的防御布 重新启动建防计划 严谨的他用尺子量出精准的角度 在木材上凿出对应的凹槽 由于没有电动工具 这个步骤往往需要两天时间 才能确保木材之间没有任何缝隙 爷爷为了支持孙子 特意送来一整车的木板 严谨的小强还用尺子进行测量 生怕爷爷给他送错了 而后他又量好地板龙骨的尺寸 将方木固定在龙骨上 做成临时的台面 确定能承受自己的体重后 小强才将地板放了上去 以后干活的时候 再也不需要担心自己站不稳了 原来在别人都关心小强飞的高不高时 只有爷爷在担心他的安全 为了确定墙壁的坚固 每搭建一层木头 就需要用钻头将两层木材打通 再敲入小强自制的木栓 很快墙面越来越高 凭一己之力很难将木头搬上去 好在小强的脑袋瓜比较灵活 他在墙壁外侧固定了两根原木充当轨道 接着将树桩一分为二 处理成平滑的阶梯 只需要在原木上凿出对应的凹槽 将原木一点点拉上去 半年过去了 墙体即将完工 就算是倾盆大雨 小强也从来没有停下来 他年轻力壮抵抗力好 但是我觉得斧子不一定会这样想 今天小强忍不住展示了少年本性 也装了一把小杯 闲暇时间他也会和黄老板在水中吸血 现在的房屋高度足够他和爷爷生活 由于没有邮拒 小强必须在搭建屋顶前 就把窗户手动拒出来 少年老成的他不仅用上了靠尺 还不断用水平易测量 接下来只需要沿着靠尺往下绝 比照着窗户的尺寸 在木材上凿出对应的凹槽 哪怕只用手动工具 小强也能将切面处理得十分平整 别看他今年只有18岁 木工经验却有15年 窗框不平整的地方 直接用斧子就能搞定 为了方便在后期固定窗户 还需要在边缘提前钻出卡槽 入户门也是一样的操作 尽管锯子用起来十分费手 但小强始终拒绝电动工具 由于爷爷喜欢南北通透的房子 小强还专门开了一道后门 现在入户门和窗户都预留好吗 就可以继续向上搭建墙壁 这回就必须利用玩具车的力量 才能帮小强把木材运上去 而后小强在地上做好屋顶的框架 将它固定在延伸的支架上 木材之间的连接 还是采用损毛结构 都说现在的年轻人沉不下心爱 小强却绝对是个例外 他默默享受着搭建的快乐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想过放弃 在爷爷拖车的帮助下 屋顶的框架也已经完成 根据小强老家的传统 房梁上还得放入几枚硬币祈求好运 当然科学的说法是 硬币中同可以抑制苔藓和其他草类生长 以免它们破坏你的房子 两年的建设让小强明显成熟不少 最开始反对他的父亲 也首次来到基地帮忙 他表示自己十分强壮 两人合力固定好屋脊的时候 母亲和妹妹也在赶来的路上 屋脊的底部需要用栓子调整水平度 而后一家四口九维地坐在一起 还没坐够一分钟 小强就迫不及待去看父亲送来的木板 用他们铺设屋顶是个十分不错的选择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倔强的男人 休学两年半只为建造新路中的森林木屋 没事还经常跑去河里东勇 要不是看他十八岁年轻力壮 我就坐小孩那桌去了 上集说到小强已经完成了墙体的搭建 就连父亲都理解了他的选择 暂住了一整车的木板 才消除了父子俩的隔阂 只见小强在木板底部绑上铅笔 利用他的走向标记好位置 接着根据记号凿出凹槽 就能将木板完全卡住 要想把屋顶全部覆盖并保证遮余效果 就需要像瓦片一样堆叠摆放 为了早点将木屋送给爷爷 小强连日来挑灯夜战 做好第一层屋顶后 还需要用防雨布保护起来 从室内看起来 已经十分整齐美观了 隔天再把屋檐处的木板定起来 到这一步已经是第二年冬天了 由于小强决定提前入住 他麻溜地整理好室内的木材 清理了地上堆积的木屑 这是他头一次睡在新房子里 竟然还失眠了 主要是没有窗户太冷了 晴天时他掀开防雨布 拿来一块木板做好标记 就来到爷爷的仓库里加工 依旧只有一些手动工具 但他却能将木板处理得十分完美 不放心的父亲时不时就会上山来 小强也不客气 安排他将屋顶底层全部打扫干净 两人合力铺上一层防水墨 只有在父亲面前的小强 才像个18岁的少年 乖乖做好小助手的角色 之前做好的木板也派上了用场 他们刚好可以卡在屋脊和屋檐木上 为了固定木材 还需要在底下敲入木栓 一场冬雪悄然而至 下雪天杆活似乎并不合适 所以父亲是不会来遭这个罪的 只有小强拿出不太麻利的锯子 对突出来的木材进行修剪 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 放弃继承父亲的邮据 暴雪连下了三天三夜 小强也没有停下来过 也许是因为他是荒野建造中最年轻的人 所以他非常喜欢在晚上工作 又或者是因为 只有孤独的人才喜欢熬夜 好在小强的帐篷就在附近 通勤只需要一分半 隔天小强起来看着白茫茫的森林 突然有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于是他在河边宽衣解带 仗着自己年轻力壮 就在河里冬游起来 一阵热身过后 他手提斧头走进森林 重新回到自己的主战场 终于将凸出来的木材解决了 偶尔他也会去划个雪 天然的划雪场 既不用买票又没有其他人 一人一狗纵想苍茫天地 晚上再和狗子在雪地里打个滚 好像提前五十年过上退休生活 这样的大雪天往往无法工作 但小强还是每天都会去木屋看一眼 雪天以后 他取来一卷钢丝网 将它固定在屋檐处 可以起到防滑的作用 随后小强将木板裁切成合适长度 同样固定在屋檐处 形成一道可以拦截的挡板 只见小强将保温棉卡在框架内 任何有缝隙的地方 都必须用隔热棉填充起来 如果你以为这样就完了 那就大错特错了 屋顶的铺设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隔热 防水 防潮 每一样都做到极致 才能真正为这栋房子遮风避雨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年仅十八岁便看破红尘 休学两年半收集六百克百年云山 只为给爷爷搭建梦想中的木屋 上集说道 小强给屋顶铺设了二十厘米厚的隔热棉 只见他取出之前父亲送的木板 从屋檐处开始往上固定 直接将它们钉在龙骨上 突出来的地方不用管他 后期交给巨子哥全权把握 屋顶还需要做最后一道防水 爷爷生怕孙子把握不了这么复杂的技术 便亲自上场口头教导 期间还需要付出一点体力 就是帮小强递几块龙骨 将这些龙骨钉成网格状 每一个网格都严格匹配瓦片的大小 只见小强将锯齿重新打磨后 便开始处理凸出来的房梁 直径四十厘米的云山 在经历半小时的拉锯后 终于让房梁和屋顶保持同一水平 继续如法炮制处理其余横路 隔天小强收集了一些干燥的树枝 点燃篝火后 将木板直接扔了上去 这一步是将木板进行碳化 增加防腐防潮的耐性 在使用之前 还需要用钢刷给他进行干洗 虽然小强年纪小 但他从小跟着爷爷在农场生活 早就将爷爷讲过的知识点 记在心上 处理木材起来也得心应手 随后他测量好屋檐的长度 将处理过的两块木板放上去 在中间交叉的地方 用锯子来回拉锯 就能保证木板之间严丝合缝 接着在第一层木板上固定木块 用来承受第二层木板的重量 此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小强还年轻 还不懂风湿的痛苦 所以下雨也没有阻止他工作 雨停后屋檐挡板也制作成功了 就是这张小脸已经看不清五官了 他一头钻进湖里 洗衣服和洗脸同时进行 在夏天到来时 整个森林郁郁葱葱 小强走向一棵倒霉的画树 掏出小刀开始笔画 就这样包下一张张画树皮 他一向是个不贪心的人 每棵树上只取一张皮 随后小强将所有的画树皮集中起来 砍了一根柔软的小树枝 将树皮捆在一起 这手法一看就是奶奶教的 只见他扛起树皮 慢悠悠地回到木屋基地 将树皮摊派用石头加以压制定型 接着将树皮卡在屋顶边缘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防止边缘露 每一张树皮都需要用瓦片固定边缘 随后将瓦片向外铺设 虽然这些瓦片都是爷爷淘汰的 但用起来却毫不逊色 每次不够用了 都得去爷爷家搬个几百块 就这样一直铺不要停 终于将整个屋顶全部铺好 小强爷爷曾说盖房没地窖 十分不可靠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 小强都忙于挖坑 虽然他年轻力壮身体好 但碰上重达上百斤的石头 必须先用凿子将他好好教训一顿 挖出小坑后 再组装好这种批石器 只需要对他不断地敲打 就算是在顽固的石头 也会被他的魅力所打动 从而裂开一道大方 将自己一分为二 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 小强每天都与这些石头为伍 他时常会想起自己那顽固的老父亲 和这些石头相比 一瞬间变得通情达理起来 挖好地窖的坑后 小强开始往里面倒入水泥沙浆 等地面干燥后 开始用砖头搭建墙体 真是年纪不大技能不少 随便去个工地 都是三菜一趟起步走 为了防止泥土滑坡 在墙体外还需要围上一圈塑料板 才能将挖出来的泥 重新填埋到缝隙内 接下来还得给地窖安排一个翻盖门 首先准备好木材打造的木具 接着往里面放入钢筋 将它们捆绑成格子状 往木具里倒入水泥沙浆后 放入钢筋网 可以让水泥更加坚固 同时趁水泥杆在固定好螺母 两天后即可拆除木具 等待的时间里 小强开始吃点水果补充体力 有小伙伴知道这是什么果子吗 这个18岁的男人能有多倔强 宁肯休学两年半 也要在原始森林搭建顶锦武 只为了完成爷爷的梦想 小强白天忙着挖地窖 晚上就在门口席地而睡 随着夏天的到来 茂盛的头发也成了他的累赘 好在小强有过两年托尼的经验 拿着推子就给自己理了个新发型 现在整个人看起来干净不少 之前做的地窖盖已经完全干燥 是时候将它们归位了 为了保证密封信 就连缝隙处都要抹上水泥 讲究的累 接着再将门口的碎石清理出来 夏季的森林总会长出许多美妙的食物 野生的小土豆 剪不完的小蘑菇 为了保存这些食物 它就得加快地窖的建设 地窖的入口就设置在室内 在铺地板之前 还需要用荷叶给它安排好翻盖门 接着网木屑里加入石灰 将它涂抹在墙体和地面的缝隙内 可以防止杰瑞和其他小动物的意外到访 这里就是小强爷爷的农场 旁边的仓库里有着用之不竭的木屑 只见小强将这些木屑通通倒在地上 填充了整个地下空间 这样不仅能够减少噪音 还能增加地板使用寿命 由于墙体都是原木搭建而成 所以必须用上这种化线器 再根据记号对地板进行塑形 这个过程十分考验木工手 好在小强今年18岁 木工经验20年 做出来的木板和墙体才能严丝合缝 接着再用钉子加以固定 就算是足球队来了 都能保证木板不会有任何移动 不过铺地板这个活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非常看手艺 期间还需要熟练地运用各种工具 任何一点细节都不能放过 就这样铺好了最后一根木板 小强自信地在上面蹦起了笛 为了确保大厅的美观和谐 也需要给地窖顶部安排上一样的地板 唯一不同的是 需要根据它的尺寸 用木材将这部分木板连接起来 再和底下的荷叶门进行组合 铝合金进行封边 只需要拉起把手 就能进到神秘的地下世界 等小强做完这一切 森林里又下起第一场冬雪 就连狗子都穿上了厚衣服 只见小强收集了一些木材 用钻头在支架上打洞 先后敲入五根木棍 在木棍和支架连接的部分 插入木栓进行固定 这就是最原始的膨胀螺丝 乍一看我以为它是做了把梯子 实际上 这就是一把地窖专用的梯子 看着空空如也的地窖 小强总觉得缺了什么 于是他挑选了一位幸运云山木 将它用八丁固定在底座 根据爷爷教的化线法 将它分成三等分 便开始疯狂地凿了起来 在经历了漫长的制作过程后 他终于得到了两块平平无奇的木板 但凡当初继承父亲的邮据 事情都不至于这么复杂 接着他又利用自己制作的木栓 将两根木板连接起来 看来这小子没少偷看鲁班的书 后面的半个月 他都忙于制作木板 和各种带着笋头的木棒 以及给这些木材进行探话 你别说还真别说 被火撩过的木板看起来更有质感 随后他将笋头插入木板提前打好的孔内 做成一张小桌子 将它们一层叠着一层 这就是为地窖专属打造的植物架 为了测试地窖对食物的保存性 小强特意从爷爷那里进了一批火 两筐土豆再加一筐洋葱 再来点烟萝卜和小果酱 虽然爷爷看起来不太情愿 但小强觉得一定是自己看错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独自一人在野外生活两年半 将原始森林中的一片荒地 改造成五千万人心中的梦中情物 不仅能徒手做出损卯结构的窗户 就连铁钉都是纯手工锤打出来的 自从小强铺好了地板 距离入住就只差大门和窗户 今天小强一大早就开始收集木材 接着将他拖回木屋门口 简单敷衍了一下狗子后 抡起斧子便开始挥舞起来 随后他在门槛处凿出凹槽 将处理过的木材卡了进去 此刻屋檐下挂满了冰柱 但小强似乎感受不到寒冷 他在不同的木材上凿出毛眼和损口 接着将二者结合起来 看来这小子一定偷偷和鲁班学过瘾 只见他扛着上百斤的门框 将它卡进入户门的位置 随后他准备好用来制作大门的木板 将它放到火里进行烘烤 只需要牺牲一个扫把 就能拥有带有复古色彩的木板 接着将这些木板用钉子连接起来 再给他安排一个推拉的木质猫眼 真是纹身是闭眼 秀了我一脸 大门一共由三层木板打造 中间那层还需要填充保温面 只见小强平一挤向肩扛起木门 将它稳稳当当地放置在门框内 接着取出这种家常板荷叶 先将一头固定在门框上 由于普通的钉子很难承受上百斤的重量 小强便来到爷爷的工作坊 瞬间从木工墙变成铁匠墙 将平平无奇的铁块 锤打成自带蘑菇头的巨型铁钉 正所谓既都不压身 功道自然成 小强早已不是两年前懵懂的少年 只见他将自制铁钉狠狠地敲进木门内 每一锤都蕴含了八十一下的功力 以至于铁钉穿门而入 那就让他从直到弯 再回到木门内 确保大门可以流畅地把开后 小强取出捡来的树干 将它碳化后固定在门上 成为纯天然的花式把手 将近年关在野外也要时刻注意安全 所以小强给门安上这把祖传的好锁 就连钥匙都十分别致 现在只要关上门 就能真正隔绝外面的世界 都说一杯花束之千斤也难买 小强却能随时随地地收取 等待汁水的时间 小强还给自己煎了两大块牛排 年轻人是要多补充蛋白质 随着大雪冰封了整个森林 小强也开始为冰上钓鱼做准备 他要为自己的行李准备一个滑雪车 经过高温按压的木板拥有了弧度 趁着小强忙碌的时间 我先给大家推荐左下角这款 女友养成手游 可以邂逅清纯高冷魅力 知性性胆等各类美女 还能培养她们成为你的专属女友 根据不同类型女友 还会触发不同的恋爱体验 点击左下角试试吧 而后小强将各部门组合起来 现在就算是放一百斤的帐篷也不在话下 隔天小强就迫不及待地收拾好装备 带着狗子来到十公里外的冰湖 只见他掏出打孔工具 在厚厚的冰层上 挖出直径二十厘米的洞篮 经历了五个小时的等待后 眼看着他年轻的小脸变成了大叔 他终于钓上了第一条胡鱼 箱子里的鱼越来越多 这些都是他送给爷爷的礼物 晚上小强将斗子抱进睡袋里 相安无事地度过了特殊的一夜 时间转眼来到春天 小强依旧用原来的办法制作木板 为了确保木板的平整度 需要用到抱子等各种专业工具 这次他采用的是燕尾锁 将窗框用锁某方式连接后 还需要将窗户位置的木材重新修理 确保底部的平整后 便可将窗框安装进去 在木框和墙体的缝隙内 需要填充上大自然馈赠的台鞋 用来固定的钉子 依旧是强铁匠精心制作 经过锤打 碎火等多种工序 才能迎来正式的工作 招生奚落云卷云书 迷路也见证了小强日复一日的忙碌 在给窗户们都安上荷叶后 这栋房子才算正式竣工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小强的成品吧 相信爷爷一定会对这栋房子十分满意 究竟是多好看的庇护所 让三千万人都想把主人赶出门 自己搬进去住到地牢天荒 上集说到牢里头独自固定好屋顶的龙骨 只见他拿出一张圆形的纸板 在木材上画出弧形的记号 接着用曲线锯将它处理成型 再用机器进一步打磨平整 每一步都在治愈强迫症的眼睛 随后他将墙体突出的木材进行切割 让它们保持在同一支线 隔天牢里头又开着拉风的小玩具 将屋顶的瓦片运送过来 他严谨地测量出屋顶框架的尺寸 记录下每一个数据 接着在瓦片上做出对应的记号 根据记号打上引导孔 想到马上就能拥有自己的养老木屋 牢里头就充满了干净 过去的十年他和女儿住在一起 他早就收购了女婿因为不愿意回房 就拉着自己通宵打游戏的日子 只见牢里头将螺丝打入引导孔内 将瓦片和屋顶龙骨进行连接 铺设好全部的瓦片后 硬盒炉牢里头也需要休息一下 他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 一人一狗看起来十分和谐 平时闲着没事的时候 牢里头还会开着船出去兜风 和大黑玩一把速度与激情 今天牢里头厌倦了爬上爬下的日子 他找来木材 在上面画出阶梯的形状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锯子把握 凭借着强劲的手腕力度 牢里头能够轻松拿捏几十斤的锯子 不过由于木材过于厚重 还需要用上曲线距才能达到最终效果 准备好两块这样的木材 用绝情钉将它固定在门廊下 接着用泥土将楼梯底部埋起来 踏板的木材不需要多好 简单用个十厘米厚的沙木就好 同样是螺丝加以固定 对于神没有要求的牢里头 必须将台阶打磨得干干净净 接着牢里头帅气地启动油锯 对一根树干进行裁切 而后放到门廊上 围着底部画好圆形 再用曲线去切割出一个半圆 将木材底部也处理成对应的形状 就能让它完美地卡进凹槽内 继续如法炮制 处理其余的支架 依次在门廊和露台都固定好圆木 一场暴雨突如其来 让牢里头暂停了手头的工作 默默地倾听着雨水洗刷树叶的声音 与停后牢里头重新投入工作 他将所有栗柱切割成相同的长度 就连楼梯也同样需要扶手 为了让孩子们玩耍时更加安全 栏杆的制作全部采用损某结构 只需要在栗柱上挖出毛眼 扶手的栏杆需要凿成损头 就能将它们进行连接 木材不够用了 牢里头就在屋外大杀四方 这样一来 还能让视线更加开阔 去皮这样的小事 对他来说是信守年来 没到两分钟就能刮得干干净净 他们都会成为围栏的一员 然后牢里头在立柱上打好空眼 用钢锁进行填充 这样不仅节省木材 看起来也更加简洁美观 为了解决用水的问题 牢里头斥巨资请来一整个施工队 利用专业设备 不仅能挖出地下水 还能放入管道确定水源位置 接下来牢里头为了省钱 选择自己开着小玩具 在水管边上挖出同样深度的沟渠 接着组装好抽水泵 利用玩具车将它稳稳地放进去 要想把水引到木屋 还得挖出对应的水沟 只见它将水管塞进保护层内 在沟渠内进行铺设 结束后又把泥土重新埋进坑内 用水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距离入住已经越来越近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老头 为了让自己老有所依 花费所有积蓄 独自在阿拉斯加搭建三百平屋屋 做出来的房子 就连数学家看了都要流泪 上集说到牢里头 已经给木屋开好了天窗 随后他给每块木材都开了凹槽 让它们能够卡在屋脊和墙体上 屋顶做成这种错落式的结构 极光就能透过天窗洒进大厅 为了心目中的养老圣地 牢里头浑身充满了斗志 身体也仿佛回到了18岁的水平 只见他开了玩具车 让自己得以登高操作 几十斤的邮具 他拿在手里就跟玩具一样 就这样修理好所有突出的木材 让它们呈现丝滑的直线 房子的主体框架就算完成了 整齐的木材让人看着就赏心悦目 由于嫌弃周围的树阻碍了施工 暴躁老头开着他的座器固定好树格 拿出邮具瞬间把它征服 同时还收集了一堆木头 随后牢里头给门廊的木头做好防水 顺便给地基也贴上同款防水膜 还需要将木材处理成带有弧度的斜角 然后打磨好边边角角 生怕磕碰到亲爱的孙子们 侧面是他为木屋做好的露台区域 只见牢里头精准地测量出长度 拿着锯子将它们修剪到一样的水平 随后开始铺设门廊地板的框架 将支架用木材包裹起来后 在中间区域固定好木板作为龙骨 而地板则采用八厘米厚的云杉木 切割成合适的尺寸 直接固定在龙骨上 边边角角则需要切割出卡槽 让它能完美地嵌入到墙体内 为了能在木材上画出标准的弧形 牢里头将墨线的一头固定在树上 另一头则捆绑着铅笔 利用圆芯就能画出丝滑的弧度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邮具把握 这个过程必须牢记勾三股四弦五的定义 虽然和这并没有什么关系 接着还需要打磨机 让木材的皮肤焕发新的光彩 而后在木材顶部开出卡槽 在另外两根方木上锯出笋头 这一看就是鲁斑的关门弟子 只见牢里头先将立柱固定在路台上 再抬起横梁将笋某部分连接起来 同样将头尾都处理成弧形 不仅能增加美观 雨水也能顺流而下 为了确保稳定性 每一个连接点还需要用螺丝进行固定 接着继续如法炮制 制作其余的框架 而后就能固定好门王和路台的屋顶 现在看起来就十分整齐美观 只见牢里头在每根支架上固定好木板 这样可以让它们更加稳定 同样是用邮具处理掉多余的边缘 接下来就能铺设屋顶的龙骨 屋顶也同样需要固定好方木 后期才能铺设好瓦片 遇到不平整的区域 只需要用打磨机加以处理即可 遇到不懂事的树枝 就让它长个教训 截止目前为止 它已经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 独自一人完成了房屋的全部框架 和它相比 我的身体才应该进入养老状态 这才是真正令人羡慕的退休生活 在我爷爷还在跳广场舞的时候 居住在阿拉斯加的66岁大爷 已经在极光下搭建了一栋顶金屋 甚至还为他配套了独立的桑拿房 上个月牢里头搭建好了地基 今天上面就堆了半米厚的积雪 在动工之前 他花了一个小时才将血全部铲除 而后他将处理过的木材搬到基地 打算先给自己弄个工作台 别看牢里头年纪不小 但干起活来却十分麻利 这次他选择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搭建木屋 只是为了给亲爱的外孙们一个家 同时还可以解决自己养老的住所 木屋要想住得久 墙体的建造尤为关键 牢里头在每根木材上都挖出卡槽 让它门河底下的木头严丝合缝 同时还得铺设上这种强力摩擦贴 接着用打孔器钻出引导孔 再用25厘米的钉子连接两块木材 此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雪 牢里头却不为所动 回想45年前 他和初恋也是在这样大雪的日子里相遇 如今却只有一条老狗和他相伴 也许是老天并不想听他回忆往昔 当场又让太阳重新上岗 被北极圈横穿的阿拉斯加 冬季时长只有零下30度 牢里头都有些扛不住 赶紧给自己安排上温暖的壁炉 现在干起活来就舒服很多 随着墙体越来越高 可以看到木材的连接处没有任何缝隙 但1米8的身高不足以支撑他继续搭建 必须给自己安排上脚手架才行 作为硬核老头 牢里的玩具车开得十分丝滑 一次性就能运送15根木材 并将它们安全地送到脚手架上 这才能继续搭建剩余的墙体 岁月也许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 但同时让他拥有了不服输的气质 一个人爬上爬下 又是测量又是搭建 就算是年轻人都很少能有这种身体素质 只见他抱起墙外来探望的外孙女 在孙系面前 他还会装一下柔弱 借此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 随着墙体完成搭建 牢里头用水平移化出大门的尺寸 帅气地启动了邮具 并且在不借助任何靠尺的情况下 沿着记号切割出笔直的直线 现在就只需要将木材往外面推 被拦在外面半年的大黑 终于可以畅通无阻地进来了 作为硬核大爷的宠物 做玩具车是基本的标配 随后牢里头运来制作屋顶的木材 将它直接放在屋顶上 接着在墙体固定好横木 屋脊木则卡在横木之间 严谨的牢里头测量好屋顶的坡度 便在木材上对应操作起来 为了让木屋更加坚固 牢里头常常采用损锚结构 在横木中间挖出凹槽后 还得用角膜机细细打磨 而后它往屋脊上铺好防潮膜 再固定好笔直的木板作为靠尺 为了让屋顶框架能够严丝合缝 就需要在墙上开好对应的卡槽 接下来才能将屋顶框架卡上去 要说牢里头没有点强迫症在身上 我是绝对不信的 固定好一边的屋顶框架后 牢里头组装好脚手架 直接将工作台搬到了屋顶 正所谓图纸心中藏 下具如有神 牢里头将木材处理好后 便在木板上钉好天窗的框架 这手艺木工看了都迷糊 接着只需要用水平仪在背面做上记号 就能轻松切割出天窗的范围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谨的老头 不管是木材之间的连接 还是用原木做围栏 都必须用尺子精准地测量 确保误差不超过一毫米 独自一人搭建两年半 做出在阿拉斯加急光下的梦中勤屋 今天牢里头要给房子开几扇窗户 依旧是用水平仪划出窗户的轮廓 先用锯子沿着直线进行切割 再换成邮具深入敌营 为了能让窗户完全嵌入 牢里头凭借着超强的万力 直接拿着邮具加以处理 看似笨重的工具 在他手里却十分轻巧 窗台上也需要如法炮制 然后牢里头先将铝合金 敲入木材内 再组装好尺寸合适的窗框 直接卡进墙体内 螺丝连接了铝合金和墙体 才能让窗框固若金汤 此外还得在缝隙内填充好个热面 下一秒牢里头就扛来女婿送的窗户 当然他也和女婿说了 别以为送了几扇窗户 就能在被老婆欺负的时候 让自己出来主持公道 毕竟他也有点害怕 为了让木屋能被极光环绕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牢里头都在忙着开窗 依旧是安装上女婿送来的窗户 不过窗户太大就显得门有点小了 牢里头直接启动邮局 将大门范围再扩大一番 只见他神情自若信手拈来 这种沉稳的气质是新手却学不来的 给门框开好卡槽后 将铝合金也处理成相同的长度 依旧是用锤子将它和墙体紧密结合 接着裁切好两块木板充当门框 在上面挖出放置荷叶的凹槽 小外孙也跑来凑了个热闹 不仅能帮忙扶着电钻 还能给外公打扫地面 然后牢里头将新门卡进门框内 拥有了大门 就代表了进城已经过了大半 严谨的牢里头还往缝隙里填充发泡胶 最后安装好一把防盗锁 现在的木屋看起来身价暴涨数倍 为了能尽快远离年人的女婿 牢里头每天都在木屋忙碌着 只见她将一块木材分成小块 并在上面涂抹上房浮油 等待干燥的时间里 先给天窗做好防水处理 不得不说 这个房子的采光是真的完美 随后牢里头取出干燥好的木材 将它卡进屋顶框架之内 再把螺丝斜角45度打进去 这样可以使屋顶的框架更加坚固 也能防止灰尘的进入 起到保护的作用 接着牢里头拆掉窗户的包装 这是今天女婿送来的 要不是怕女儿舍不得丈夫 她其实也不介意和女婿在这里生活 只见牢里头抬起窗户走上屋顶 将窗户稳稳地放入到窗框内 为了美观的考虑 她还给窗户做了360度包围的框架 这样一来就好看多了 随后牢里头找来一块泡沫填充板 在上面画出复杂的辅助线 将它裁剪成能覆盖在挡板上的形状 用木板加以固定后 就能覆盖上结实的瓦片 但凡谁家里做房子 能请来一个牢里头 最少省下两个工程队的工资 隔天牢里头开着自己的小玩具 运来四根看着年纪挺大的木材 在上面画出辅助线后 拿着邮剧就操作起来 他们将成为桑拿房的地基成员 作为雪山之殿的建造之王 怎么能少得了让人浑身爆汗的桑拿房呢 谁能拒绝在睡前刷上一集荒野建造呢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天 牢里头打算修建一个让人爆汗的桑拿房 只见他用20厘米厚的木材充当地基 将其于木板组装成T型结构 围着地基进行组装 想当初牢里头凭借着顶级的木工手艺 掳获了方圆石里姑娘的芳心 最终一举成为村长的成龙快婿 谈话间牢里头已经装好了桑拿房的水管 又填充了足够的隔热棉 而后在板材上切割出对应的圆孔 用来穿过整个水管 相比木屋搭建这样复杂的程序 桑拿房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固定好整体框架后 只需要将板材定在立柱上 屋顶依旧采用双坡式结构 能够让雨水自然下滑 休息渐细 老里头就开着自己的直升机畅游山水 顺道去山下欣赏乡村乐队的演奏 这日子过得要多舒服有多舒服 隔天他继续桑拿房屋顶的搭建 为了考虑屋顶的美观性 屋檐木依旧处理成弧形的外观 桑拿房四边则用立柱进行加固 才能确保房屋的稳固性 然后老里头开来心爱的小玩具 送来遮风挡雨的采钢瓦 固定好瓦片就代表桑拿房正式完工 由于之前都是用发电机不太方便 老里头决定来点科技与狠活 只见他在电箱里一顿操作 接着给原木套上绑带 用夹子将它调转方向 随后老里头将电箱和支架固定在原路上 直接给自己做了一个电线杆子 一番操作下来看得我目瞪口呆 本以为他只是个木工老手 没想到还是一个隐藏的高级电工 布置好线路后 老里头将电线杆子带回木屋基地 开着小玩具挖好可埋三人的大坑 接着利用挖掘机将电线杆子放入坑里 小心地调整好位置 让他呈现笔直的状态 自己则跑到下面用泥土进行掩埋 既然电线杆已经安装好了 就到了室内的水电缓解 硬核如老里头 依旧是光感司令独自施工 看着整齐的布线 就知道老头的功底非同一般 隔天老里头喊来了两个女婿 正所谓养女千日用序一时 壮年劳动力用起来十分顺手 先是给桑拿房做好自流瓶水泥 又拿着管子来到木屋内 相比直接用木材铺地板 用水泥不仅能更好的防火 还能阻挡爱打洞的杰瑞 等地面干燥后 老里头组装好脚手架 开始给屋顶填充隔热棉 对于只有一层的木屋来说 如果隔热不到位 夏天将是难以忍受的炎热 老里头将梯子搬来搬去 独自一人铺好了所有的隔热棉 接着还得用塑料膜将它们保护起来 此时小外孙也偷偷跑来帮忙 他在外公的指挥下 也贡献了小小的力量 在他看来 只要和外公在一起 不管做什么都是开心的 多少人的童年 都是在隔背亲的藤爱中度过 我想等他长大了 看到这栋房子 依旧会记得哪里是他和外公一起做的 爷孙两合力铺设好全部的塑料膜 接下来的整个暑假 小外孙都和外公待在一起 今天他们要给天花板固定好防火垫 虽然小外孙只有七岁 却能清楚地知道外公需要什么工具 也能及时地递上去 因为他的存在 老里头也不再觉得干活枯燥 他总是耐心地回答着小外孙的问题 比如隔热垫外面还需要固定上方木 才能让它们更加稳固 木头的神奇之处 就在于只要你们合理利用 它便能创造出一切你所需要的东西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老头 为了让自己老有所依 花光积蓄在雪山搭建三百平木屋 就连电线杆都是自己安装的 简直不要太爽 上集说到 老里头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桑拿房 今天他要开始规划木屋的空间 只见他将一根五十年沙木打磨干净 接着把其底部处理成方形 就能和地面预留的方坑完美契合 随后将立柱稳稳地卡在房梁下 只需要以它作为参考点 就能用木材对房间进行划分 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住 所以只需要分出工作室 厨房和主卧三个部分 整体框架搭好了 还需要提前安排好水管和电线的走向 为了这一天 老里头已经做了五十年的水电工 现在他终于可以不花任何人工费 就能拥有梦想中的房子 电箱就安排在隔断支架间 这些复杂的电线 在他看来却比媳妇简单一万倍 不过要想在零下三十度的阿拉斯加度过冬天 当然也少不了铺设地暖系统 期间小外孙虽然帮不上大忙 但也有时间就会陪在外公身边 在他看来 外公是这个世界最厉害的男人 阿拉斯加的冬天已经到来 白雪矮矮不胜收 为了节省更多的成本 老里头没有选择用石木作为隔断墙 而是用更加经济实惠的石膏墙 只见他先用板子将凌乱的线路隐藏起来 现在看起来就美观多了 女婿生怕在岳父的新家没有立足之地 赶紧来帮了好几天的忙 虽然说这里只有一个卧室 但他并不介意和岳父住在一起 至于老里头怎么想的 他也不太在乎 石膏板之间的缝隙还需要刮上膩子 女婿手把手地教着儿子 希望他以后也能给自己建一栋木屋 当然女婿还要工作 养活自己的九个孩子 所以大部分时间老里头还是独自奋战 只见他在天花板上预先流出电线 就开始铺设木板 硬装部分基本全部搞定 剩下来的软装更不可能假手于人 只见老里头先给主卧安排了一个落地衣柜 这里能放下他50年穿过的所有衣服 地板环节虽然说比较简单 但对于60岁的老人来说 腰部需要承受不少的压力 好在老里头的王者之腰城受住了考验 现在的木屋看起来让人有一种冲动 有一种想把老里头赶出来 自己住进去的冲动 对于厨房的设计 老里头有着独特的想法 只见他在墙上凿处安放排插的凹槽 接着将板材切割成山脉形状 直接固定在厨房的墙上 再用一层灰色的板子进行覆盖 随后搅拌好黄金比例的水泥 贴上这种仿油卵石的瓷砖 这样一来不仅方便清理油烟 还能起到防火的作用 像橱柜这种东西 买是不可能买的 从柜体到抽屉 再到石墓的台面 都是老里头精心制作 但凡能让别人赚一分钱 都是对他人格的侮辱 就在老里头忙着给厨房 安装置物价的时候 女儿却送来了一个大件 有了冰箱的厨房 瞬间提升了幸福感 毕竟这东西 老里头暂时没办法自己做出来 现在就只差最后一件事 在20年前他曾经收获了一堆鹿角 今天老里头终于想到了他的作用 那就是通过打磨和改造 成为头顶令人惊艳的大灯 现在他终于可以带着爱犬瞧牵新剧了